謝謝主席 馬尤勤部長 請莊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上一次修訂財政收支劃分法是什麼時候 88年吧 1999年 25年前了嘛 對 是的 好 過去啊 這25年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主張修財政收支劃分法 我之前在質詢的時候啊 其實也帶部長看過 那個時候啊 是民主進步黨的主席蘇貞昌 率領著他們執政啊 的縣市長出來說 財政收支劃分法沒有修正 然後看到這些縣市財政困境 就像小孩子啊啊代步 米缸空空如也的感受 2015年 蔡英文 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也主張 要修正啊 財政收支劃分法 等到 民進黨執政了以後 我們現任的總統賴清德 當初 在 當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他也承諾 要修正啊財政收支劃分法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啊 是持續跳票 那2018年的時候啊 賴清德行政院長 他也承諾 要提出啊 院版的草案 那目前 有問題 我說行政院的版本還要多久 行政院的版本 我們必須把共識先 凝聚出來 所以沒有時間表 當然 因為過往也跟 剛剛跟黃委員也報告過了 過往雖然在88年以後 也歷經5次提出財劃法的修正 但是為什麼沒有能夠完成立法 就是因為沒有共識 所以沒有共識 情況下提出立法的版本 其實是 所以現在財政部的立場 就是要把它完成 現在財 不好意思喔 請部長針對問題回答啦 我還是一樣的問題 就是 目前行政院 版本的草案沒有時間表 是嗎 好 你們針對齁 目前財劃法的研修方向 你們提出了 五個重要的研修方向 這個是你們在5月20號 所提出來的版本 那第一個研究方向 是擴大中央統籌分配款的規模 剛剛你一直都在推給水平分配 我們前幾次質詢的時候 這些問題都討論過了 我們針對問題具體的來談 你們所提出的研修方向 第一個 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規模 那請問你們針對這個研修方向 目前的規劃是什麼 各位委員報告 擴大統籌分配稅款的規模 是我們的一個方向 但是在這個規模 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具體的內容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第一個 我們要考量地方的財政需求 是要考量的 同時也要考量 中央必須要維持一定的財政韌性 以及事權有沒有要做調整 因為經費跟事權是有相關聯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會會同主計總局 所以現在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具體的內容就是跟剛剛委員報告是這樣的 你剛剛沒有談到任何具體的內容 我想委員 所以現在是沒有具體的內容就對了嗎 好 沒有具體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齁 歷經了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的呼籲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的承諾 到現在2024年了 不分黨派的地方首長都急修 大聲的呼籲要修才華法 我針對財政部在秀給大家數字的時候 數字的呈現是一門藝術 這個是你們在5月20號的時候 所提出的版本嘛 你們給大家 對嘛 好 你們基本上面想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其實我們中央對地方政府經常性裁員 挹注的情況數額不斷在增加嘛 這個是你們從2014年到2023年 數字增長你們所畫的圖 應該沒有錯啊 是的 就是我們除了統籌分配稅款之外 還有加上一般性的補助款 來我請教一下部長齁 你們過去這8年 過去這8年齁 統籌分配款佔國稅的比例 是增加還是減少 不好意思請部長回答 統籌分配款佔國稅的比例是增加還是減少 我一直說啦 統計數字的呈現 有高度的藝術性 當你用絕對值來畫的時候 你要告訴全體國人的是 中央統籌分配款 分配給地方的數額不斷的增加嗎 他佔國稅的比例是增加還是減少 第一個絕對數字是增加的 在比例上是唯有下降 但是我們也透過一般性的補助款 不好意思喔 部長請您繼續去看齁 中央統籌分配款佔國稅的比例逐年下降 2014年的時候14.64 到現在2023年去年最新的數字 這不是我算的 這是財政部的數字算出來的 降低到了13.66 所以分配給地方 中央統籌分配款的比例 佔國稅的數額是逐年的再下降 剛剛部長提到了補助款 一般性的補助款佔國稅的比例 是逐年上升還下降 怎麼你會比我還不熟 這個部分齁有高有低啦 好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齁 2014年的時候 一般補助款佔國稅的比例 18.88% 從2016年已降 有超過這個水平的 大概只有2020年佔了19.05% 但到了2022年 2023年的時候 又降到了14.40% 當統籌分配款 分給地方佔國稅的比例 每一年下降 一般補助款 過去8年 跟以前比起來 所佔的比例 一樣在下降 我們看最後的這個 把統籌分配款 跟一般補助款 跟一般的補助款 佔國稅的比例 百分比例 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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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這8年 跟以前比起來 是逐年再下降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如果在民進黨執政以前 修財政收支劃分法 是必要的 要去擴大給地方 政府的財源 是必要的 那為什麼 在民主進步黨執政以後 明明所佔的比例 是下降的 明明所佔的比例 是下降的 那現在 對於修財化法的 態度 中央政府展現出來的就是 能拖就拖嘛 能混就混嘛 來 我最後一個 最關鍵的問題 你剛剛說 有很多版本 這些版本 我全部都整理出來了 有陳水扁時期的政院版 有馬英九時期的政院版 有馬英九執政時期的時候 民進黨的黨團版 針對垂直分配的問題 到底要怎麼樣 怎麼樣去擴大統籌分配款的財源 從陳水扁喔 到馬英九喔 到馬英九時期 在野的民主進步黨黨團 全部都有版本 現在我們苦苦在等 一直問 問不到的 是過去八年 蔡英文政府徹底跳票 因為這是蔡英文總統 在2015年提出來的承諾嘛 說他過去八年徹底跳票 這句話一點說的都沒有錯 現在問題來了 賴清德總統上任了 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他也說要修才華法 我現在具體的問 在你們所規劃 要擴大統籌分配款的方向 具體的內容 你們的版本 是比較靠近陳水扁的政院版 馬英九的政院版 還是馬英九執政時期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黨團的版本 跟委員報告 對於這一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考量 一個時間的不同 中央跟地方的一個財政狀況 必須要重新 是啊 我們看到了嘛 這個必須要重新 我們剛剛看到具體的數字 就是分配給地方的數額 佔國稅的比例逐年下降啊 這完全是財政部的data 我沒有說錯啊 但是中央支出同樣也是增加 比如說像社福經費 就達到九千多 但整體的經費達到27% 還有國防支出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 必須要從整體來看 沒有關係啊 中央有非常多的支出 我們都了解 中央有非常多的支出 我們都了解 Button Line是 賴清德總統 新的內閣 有沒有要像 過去一樣的政府 負責任的提出行政院的版本 有還是沒有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 過去提出版本 為什麼沒有能夠完成修法 就是因為沒有共識 就是地方之間分配沒有共識 所以我們現在 不好意思喔 我現在在問你的是垂直分配的問題 垂直分配 剛剛也報告過 第一個 我們會把水平分配這邊 調整完以後 跟主機總處做整體的討論 第一個 地方的財政是需要 所以 目前 財政部的立場 財政部的立場 不好意思喔 所以目前財政部的立場是 你所謂的共識啊 是 過半的縣市 有共識就可以 還是要所有的縣市都有共識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縮小 一定讓他達到最大的一個共識 所以你的共識指的是什麼 只要有一個縣市 提出不同的公識 反對 彩化法就不用修嗎 是這樣嗎 我們要告訴他原因是什麼 讓他能夠接受 是 那所以 你們的版本 什麼時候要提出來 現在這個部分 就是在凝聚共識的過程嘛 我提的版本 大家都沒有共識也沒有用 因為他 這樣說好了啦 從2018年 賴清德當行政院長 到現在 2024年 繼續用沒有共識啊 當作唐賽的理由 我個人啊 是沒有辦法接受 那沒有關係 接下來 我們財委會 就要召開公聽會啊 進行實質的審查 我希望齁 賴清德總統 賴清德總統 不要忘了 他自己在2018年 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啊 做出來的承諾 現在 用水平分配地方政府沒有共識啊 當作藉口 連行政院的版本啊 都提不出來 謝謝 不是藉口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麻煩有請 通常會陳主委 那以及中華電信的郭董事長 請陳主委 請郭董事長 歡迎好 歡迎好 主委好 董事長好 主委我先針對我上一次啊 提出來的問題 繼續往下追 因為 前面有個NCC 主委啊 蕭啟宏 他輪為詐團的門神嘛 這件事情人神共憤 我相信NCC也發出譴責的聲明嘛 那上一次啊 我說針對第二類電信的部分 被詐騙集團濫用 那我問你說 NCC有沒有行政裁處 你說 要等到檢察官偵查結束 你要進行行政調查 才會裁處 我相信應該主委還記得吧 我們已經有採除相關的案件 好 來 那2024年1月起訴了吧 那從我上次詢問到現在 也經過一段時間 現在採除的結果是什麼 針對飛速移動台灣卓翼跟25電信 那個平台處 什麼時候採除了 採除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我一直在查NCC啊 相關的委員會議新聞稿 我都沒找到 現在採除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採除的是海峽電信 還有那個 那個是之前另外一個案 那去年的案子啊 那早就處理完了啊 我上次在問你的 就是針對這個蕭啟宏 擔任顧問 這個飛速移動台灣卓翼跟25電信嘛 我上次在問主委的時候講得很清楚了 你說你要時間嘛 那現在採除的結果是什麼 是 跟國民報告 因為他這個 卓翼電信或25電信 就是那個檢察官在那個 偵辦這個案子 因為他有一些 他起訴啊 對 我理解 我不是說他 因為他有一些技術的東西 我們還在釐清 所以還沒有採除嘛 這個部分還沒有 沒有啦 好啦 所以沒有採除就沒有採除 浪費這麼多時間 那主委你還需要多久 還需要多久 跟委員報告 25電信跟台灣卓翼 他並非電信失業 那25電信他提供的服務 並因為上面的這個資訊是黑莓卡 那25電信他並沒有是提供這種黑莓 那個他提供的是黑莓卡 並非提供電信服務 對 所以變成的是說 這都不是屬於NCC採除的範圍是嗎 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訊息 25電信跟台灣卓翼是如此 你們那個行政調查報告還要多久 我們看過這個起訴書上面的這個訊息 目前的為止是25電信他現在已經來 中指跟我們匯職他的電信服務的 對不起這不是我的問題啊 你有兩種可能的答案 第一個我沒有要做行政調查 但這顯然不是主委上次給我的答案嗎 主委上次跟我說的你要做行政調查嗎 那我現在的問題很具體 行政調查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們現在所瞭解的資料就是台灣卓翼 他並不是他沒有提供電信服務 所以他不是電信失業 所以在如果說調查完 應該是目前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你們沒有要做行政調查嗎 請主委 這個行政調查來講是說 比如說這兩家還有沒有其他的 比如說像黑莓卡跟比特幣這個部分 那這個會涉及到相關的法律是什麼 那我們要比如說是行案還是行政法 所以你們要做行政調查 沒有沒有 這還是在處理當中 所以還要處理多久 不是 要看處理什麼事情 如果說比如說像那個行政調查裡面來講的話 沒有啦 我請主委再回去看一下 我們上次尋答的內容 我們打炸事法裡面來講的話 比如針對黑莓卡 現在我不是在講打炸事法 這件事情你有沒有要做行政調查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已經針對25電信去調查過 他提供的服務是黑莓卡 行政調查報告什麼時候可以做出來 我們目前並沒有發現25電信在這一件事情上 有違反我們電管法上面的規定 所以他被起訴了但是沒有違法 是這樣嗎 沒有沒有 他起訴違法 但是違反相關的刑法的規定嘛 那行政調查來講的話 我們只是說我們當時會調查 沒有關係嘛 如果你今天行政調查的結果 是他沒有違反相關的法令 那也是一個調查的結論嘛 那我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不要聽你們講的 白紙黑字的行政調查結果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還需要多久 你說現在調查完了 那你等一下可能回去就可以寫行政調查報告嘛 那你的行政調查報告 好 順便說明一下 是 檢察官上面所點出來的事實 好 OK 蕭啟宏 他協助 25電信公司跟通傳會 負責電信營運管理 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人員接洽 跟誰接洽 接洽什麼事情 跟誰接洽 接洽什麼事情 在行政調查報告當中一併說明可以嗎 可以我們這本已經 好來請中華電信董事長 中華電信喔 這個案子事後有沒有去了解 這個詐騙的門神蕭啟宏 後來跟中華電信的誰聯繫 本人有了解 有跟主管聯繫 但後面我們都 這個沒有進行任何的合作 沒有關係喔 他跟誰聯繫 聯繫的事項是什麼 中華電信這邊 可不可以提供一個書面說明 好 可以嗎 我們會後提供 可以嗎 好 針對大家今天很關心的事情 也就是說 涉及到在不同的時間跟空間 使用 這一些電信使用人 不管是不是有去識別化 因為你即使有去識別化 如果有ID做連結 還是要回溯才能做比對嗎 我想這個基本的 common sense 大家都有 來請中華電信董事長 我5月29號的時候啊 我發函給中華電信 所以我要給你們購買 2024年5月19號 在 北平東路的大型集會 2024年5月24號 台北市近南路青島東路 中山南路大型集會 你們產品裡面的人潮客群分析的這個產品 那請問針對這兩場集會 中華電信有沒有做過人潮客群分析 我們沒有 從來就沒有做過 好 那如果我今天要跟你們買 你們會出售嗎 我們沒有的話就無從出售 第二 你們可以回去做啊 第二 這個我們公司的基本上基於 這個行政中立 政治中立的一個立場 還有在政策上我們不承接這個政黨 還有這個涉及到包括選舉或者是有 所以政黨沒有選舉沒有 好那我就進一步要具體的請教 就是說 因為你們講得很清楚了啦 你東西都沒有提供給王玉川嘛 我們姑且相信 我們姑且相信 但我現在要進一步的問是說 不管是在北平東路的519 還是我們在討論國會改革法案的時候 周遭所聚集的人群 到目前為止 中華電信從來沒有做過人群客群分析 我們沒有 從來沒有做過嘛 好那第二個 今天如果有政黨或政治人物 主動跟你們中華電信要買的話 你們也不會出售 我們拒絕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好你們拒絕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好那我現在要問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 中華電信裡面 過去啊 這段時間當中被媒體披露啊 有非常多的綠油油 有非常多的綠油油 當然 他們 是按照自己的專業 還是 按照 政治關係 到中華電信去認職 我相信這個社會 會公平 我現在具體的問題齁是 從2018年以後到現在 中華電信有沒有針對 譬如說 像選舉的時候 選前之夜 這種人群的聚集 做過任何的分析 沒有 報告給我 從來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 好 所以如果 有人手上拿到 從2018年到現在 如果有人手上拿到 針對這個客群進行分析 因為今天董事長說 中華電信從來沒做過嘛 就我的了解沒有 好 如果有人手上 有這樣子的 人群客群分析 他一定是 偷偷的 非法的 使用你們的data 去進行分析 我這樣子的理解 對嗎 因為你說你們從來沒做過嘛 對 就正常的管道 公開的 從來沒做過嘛 現在大家在質疑的是什麼 有沒有私底下 用這個data 去做私底下的分析 所以我的問題很簡單 中華電信的董事長 今天在國會 告訴全體國人 中華電信從來沒有針對 這一種政治性的集會 進行人潮分析 我的理解沒有錯嘛 如果有人 手上拿到這個東西 一定是非法使用對不對 我們中華電信 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對啦 你說你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我姑且信之嘛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人手上有的話 那一定是非法使用對不對 中華電信要有個立場啊 我們沒有做過這個事啊 如果有人背著中華電信的高層 董總不知道 私下偷偷用中華電信的data 幹這種事情 中華電信絕不容許 一定是非法的 追究法律責任到底 董事長可不可以展現這個態度 董事長可不可以展現這個態度 這個如果有這個 剛才委員所提的相關的個案 我們一定會查明益處究責 好 下一個 來 最後請主委不好意思 再一分鐘就好 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 22條的規定 中華目的主管機關 或是其實地方政府 他為了要去確保 有關於個人資料保護 認為有必要的話 是不是可以進行行政調查 如果 對嘛 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22條的規定 如果 對於 本法所規定第一項第二項 他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進入那個場所 他可以檢查或者是處分 他可以要求你提出資料 還可以直接把那些資料 予扣留或者是複製 這個都是我們給行政調查賦予的權限 我的理解應該沒有錯吧 主委 是我們基本上是用機場的手段去處理 好 到目前為止 你們過去這一年 對於五大電信業者辦過幾次 個資的行政檢查 我們請那個統統跟委員 好來請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非常重視個資 NC成立以後 至少我了解 108年就開始 每一年都要求做個資 108年開始 每一年通通都有檢查 那舉例來說 像去年就以 去年大概在七八月完成 那我們今年也排定在八九月 也陸陸續續也要去 進行看業者 我們落實他的那個 各自維護計畫 你們從108年就有做行政檢查 到目前為止 沒有發現有任何違反的狀況 對不對 目前為止來講的話 如果有那個 就是個人資料維護的部分來講的話 並沒有那個太大的 沒有相關的那個採處 我就簡單講 你違反22條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如果你拒絕配合調查的話 中央目的是 事業主管機關可以罰多少錢 目前來講沒有電信事業拒絕調查過 對嘛 所以我說依照法律效果來講 可以罰多少錢 2萬元到20萬元以下 2萬以上20萬以下嘛 還有第25條的各項處分嘛 好 最後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來請中華電信董事長 還有NCC主委 一併回答最後的問題 剛剛NCC說了嘛 從108年到現在 每一年他們都有針對各自 進行行政檢查 這個行政檢查的檢查報告 NCC可不可以提供 我們回去提供把整理 需要多久 每一年喔 從你們開始做到現在喔 每一年的行政檢查的報告 可不可以提供 報告委員 我們大概 給我們三個禮拜確定一下 因為我剛才108年是我認知啦 那我回去再確定 我們倒過來從 譬如說從2011年我們回去 沒有關係啊 你就從現在開始往前回溯嘛 看你做幾年 所有的行政檢查報告都交出來 可以嗎 一個月 我們要一個月裡面整理給委員 這邊來看 一個月太久了啦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好不好 OK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不好意思啊 一次要四位重量級上來 因為這個事情 很嚴重的 這是老大哥正在看著你 你跟我的這個足跡都被看光光的 全民現在是很關注這個案子 所以我請四位主管喔 一定要非常注意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現在是數位時代啊 有人在說什麼 王毅川 偉後人 還是說什麼那個行名 附身 現在說膝蓋 膝蓋想到的 現在這個數位時代 到底 他的資料哪裡來 上大電信公司有做這個事情嗎 這個摩薩德調嗎 只要有做 這一定查得出來對不對 陳主委這邊 法務部這邊 一定查得出來 這樣事情閃不去啦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 他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所以我從一早到現在 我聽到的都是 大家先幫三大電信公司先給他背書 主委你找他來 問一下他們說沒有 這樣就 這人民相信嗎 他是個客觀的事實啊 所以法務部跟NCC NCC是出關機關啊 法務部要捍衛人民的潛力啊 人民在怕足跡被看光光啊 你們有責任耶 這個客觀的事實 你們要不要去把它查清楚 你們這樣才對得起人民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拜佛四位喔 包括 包括部長好不好 我們把這兩個前提先講了 好 那本席 既然是客觀的事實 我們就進去追 進去追追追 我給大家看一個 我們辦公室啊 在第一個時間點 就擋了一種很重要的點位 你王毅川 不管你是外貨人 他在他的槌上面 他說啊 他要介紹一種 用了很久的 手機信令資料分析方法 右下角 他說一間公司啊 數據公司 他說這間就可以怎麼做啊 我說為什麼外貨人 好 好 那最真相啊 客觀的事實啊 我們辦公室就打了電話 給王毅川這個脆善面 分享的數據公司 跟數據公司 通話 問一問題 得到三個很重要的資訊 來我們這位看一下 一共啊 資訊公司會得到一組 代表這個個人代號的cookie 第二 可以透過這一組代碼 去分析這個人 在這段時間的足跡 第三個東京報 你說一秒兩者啊 一個數據公司而已喔 他說他會比對不同的 時間活動的 不從物人士的比例 這是不是跟王毅川說的一樣 主委 市長 不定 王毅川怎麼說 他可以查得出來 民進黨112選前置業 跟民眾黨519小草活動 跟524的清涼活動 人流組成不同 不同 他說的是不是 就是這間數據公司 說的是一樣 好我再給他看下一張 我的辦公室對話是這樣 因為王毅川說 有這間公司做得到嘛 對不對 這個大家盡他脆 查這個公司才查得到 他說 我的辦公室做你卡住 他說 我問他 要辦一個 5月辦一個多年 6月要辦一個多年 那我能不能知道 5月的活動 跟6月的活動裡面的人 有沒有重複 你看這間公司怎麼說 他說可以啊 因為他那個會有一個詞 這個類似 這類似就是廣告ID那個詞 其實他說的會出去了 他說你透過這樣去做比對 你就可以 知道出席者 到底有沒有重複這個事情 我會做你繼續跟他堆 做你怎麼問 他說這樣 你這個東西 會不會有個資的問題啊 我沒辦法理解啊 你如果是用電信的數據的話 怎麼會有cookie這個東西 沒錯 我們今天從早到現在 從王毅川台師說 這個事情告訴我們 通常啊 一個觀念是什麼 你們提供的到底是數據 還是個資 目前看起來 叫這個公司說的 拿到是個資喔 是不是 這問到嚴重嗎 主委 市長 一個數位公司拿得到這樣的資料嗎 這是王毅川說的公司啊 他說的做出來的東西 跟王毅川一樣啊 所以好啊 查好嗎 部長跟主委 先等一下先去查一下 那提這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在那 三家數據公司 不是口粗無憑 不是說你說沒有提供就沒有了 我們像法務部跟NCC 要去一邊查 現在民眾都檢舉了嘛 對不對 要查嘛 給人民一個安心的答案 就是包括中華電信公司的當事項在這裡 現在會生會營啊 包括你們進行有什麼大數據的總監啊 這個人民到現在都沒有答案 拜託一下 你如果讓人民真的要安心 你們一定要去把它查清楚 好不好 來 我們再看後面的 現在有人說到底 違法違在哪裡 你從個資法的第二條去看 他個資法定義很清楚啊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 識別該人的這個資料 剛才那個公司說的 王毅川說的就是嘛 我跟你講個資法第二條對不對 再來 他違反了哪一個法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 上一張 看一下上一張 個資法違反了對不對 下一張下來 再下來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查的是什麼 主委跟部長跟市長 第二 他的資料到底是哪裡來的 大家是不是他的資料 哪裡來 如果三家電信公司都沒有做 哪有這個東西 不可能嘛 是不是 那現在更恐怖的 我都給大家看 連一個數據的公司 民間的 他都說他都拿得到 拿得到 那這要查的是兩個方向囉 三家電信公司 包括中華電信 你們讓數據公司的資料 有流出來嗎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你講的 個資不出來 你已經去了這個四倍化 這個都要查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不是只有你直接跟王毅川 或者跟民進黨 那個中間那個中介 到底是什麼 這要查清楚 第一 我們民眾黨已經 去涵給中華電信 對不對 我們就說這段時間 只要是王毅川 你說沒有嘛 沒有 其實統領的有什麼 有兩種可能 有兩種可能 就是你們要去 自己客觀的事 自己要證實說 你沒有 中華電信沒有做過這樣的一個 這件 這個所謂的統計跟分析 到目前都是口称無憑 這其實有法務部 有那個NCC 在賣 在賣 好不好 好 那剛剛有做了一個結議 就是 這段時間資料會進來 那我今天質詢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不是只有針對三家電信公司 客觀的事實要呈現 有沒有中間中距的這個數位公司 你要查清楚 好不好 最後我做個簡單的這個總結 好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來我們再看下一張 沒有一個法令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個人 唯一的那個識別碼 那個Cooking 或是Mac IMEC這個 有沒有可能被電信業者是外洩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侵害 尤其他如果拿到之後 他做一個交叉 他就可以確認你的身份地位 你的這個個人這個身份 那我們的個資 老實講 現在我們來碰到一個很大問題 我們的個資法規範不夠重視 這個重視啦 注意通應該同了解 歐盟 他這個通用資金的這個保護規則 GDPR GDPR 他早就納入這個保護的範圍啊 全世界已經有50多個國家用這種 用這種規範 包括一半個韓國都有 我們為什麼沒有 所以拜託主委 你要回去進行啊 趕快修法 趕快把它補強 好不好 各資法有各資 好得家 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是老大哥是不是真的在看到 看就看著你 我拜託四位 要讓人民可以安心 要不然老講 這個事情啊夫婦咧 要不然說什麼 為後來 我跟你講 人民那個疑問已經都是在的 這對台灣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拜託大家喔 好得家 謝謝 謝謝張旗凱委員的發言 也在請縱華店 陳主機長 委員長 是 兩位早 我想我們很榮幸有兩位女性的財經首長 那也是少數留任 而且也是深受賴總統信任的主機長 這個案子在2月1號我們上任之後 總質詢的第一天我就質詢了陳建仁部長 當時就希望財政部去提出財政部對於財化法的相對的對案 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案子 部長你們什麼時候要提對案 跟委員報告 委員在跟質詢院長的時候也提出來 院長也說過就是廣征各界意見然後凝聚共識 你已經徵詢很久了嘛 徵詢了三個多月了 現在呢 是 跟委員報告過去有五度提出過財化法的修正案 都沒有能夠完成 就是因為沒有共識的情況下一次沒有完成 所以在這一次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凝聚各地方政府的意見 那我們這個部分已經請地方政府 副部長我們已經問了你們三個多月了 對 三個多月再徵詢了25年 是 25年加上這三個多月叫做一事無成 是 那對於各地方 你也是認為一事無成嗎 對各地方政府所提出的相關的指標 我們也提供給民眾黨 所以我不曉得我想這件事情很清楚 差距很大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在請他們釐清各個指標裡面 要有一個具體的定義 然後我們會再釐清以後 我們會再進去開會 所以你給我時間嘛 我二月一號就問你時間啦 呃 你的時間要多久還要再人育五年嗎 只是時間的話 那沒有共識的情況下 時間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部長 禮拜三就要開公聽會了 這個禮拜就要開始審議了 你再告訴我你沒有時間 那現在請問行政院到今天為止 要不要面對財化法在立法院審議的事實 呃我想大院的審議我們一定是尊重 可是我們必須還是要把相關的指標 所以你沒有對岸 到現在這個moment 你還是沒有對岸 第二的賴市長也說要修財化法 2017的賴院長也說要修財化法 到今天為止剛剛聽到部長講話 您當然你是信任的 我希望說您把你在地方政府碰到的困難 以及事實上發生的狀況 清楚的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向包括委員包括大家來做說明 主席長你的立場不要告訴我 你換了地換了位置又換了腦袋 呃事實上是呃情況有改變 整個有做改變 那呃當初我在的時候 那時候在泰南市的時候 的確是困難嘛 的確是困難的確困難 而且他取代額度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但是後來呢在102年他有修改那個公債法 所以好一點點 對在舉債方面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好兩位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為到現在為止他是逐年增加 嗯 所以一般性的補助款 包括我們統籌分配 狀況有好一些 有好增加很多 其實是增加很多 我都理解 從103增加了兩千多億的 一個一般性補助 但是兩位沒錯 預算財政狀況不錯 所以增加預算 所以大家就比較不吵了 但是相對的 他就是變成一個 由中央來決定如何分配 沒有一個完整清楚 或者是明確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 這一次都會看到各個版本 16個版本裡面都在討論 其實都在討論垂直分配的問題 因為垂直分配 錢不夠 所以大家才會在水平分配的時候 不斷的吵架 重點在於 今天的垂直分配 台灣民眾黨在非常負責任的 我們去計算出來 中央政府總預算 將近七八年來 每一年平均起來 從25億到4千多億的 所謂的稅計剩餘 所以平均起來 每一年的剩下的錢 大概就是兩千多億 所以台灣民眾黨的版本 我們從垂直分配裡面 把營業稅 有一部分留下給地方 把營鎖稅 抽百分之五給地方 這樣的影響 大概從財政部幫我們 算出來的是 大概兩千七百億 也就是說 台灣民眾黨所提的版本 很負責任的 在不影響中央正式的情況下 每一年有這麼多的 稅計剩餘的情況下 大概有兩千億的錢 這個餅 可以拿下來分給地方政府 這是我們認為 比較合理的方式 這也是我們希望 行政院 包括財政部 包括主計處 把你們中央政府 你到底要有多少錢 你到底有多少錢 可以拿出來分配 把它講清楚說明白 兩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我們的版本 你們認為有問題 也請你們說出來 你們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其他 一委員的版本有問題 也請你說出來他的問題 而不是到今天為止 沒有一個行政院的立場 這是我非常失望 我已經問了三個月 所以 部長我了解你們都 因為 內閣交接的關係 可能會有這項的落差 但是 我希望在 財政委員會即將審查的同時 行政院要有自己的態度 要把這些說清楚 不要再造成社會的衝突 更不要造成地方政府 大家可能會有互相對立的狀況 這都不是才華法應該有的結果 兩位 我都相信你們都是非常優秀的事務官身上來的 所以在事務官的腦袋裡面 想到的可能是怎麼樣讓它合理分配 但是我們要做的是要讓一般的百姓知道 地方政府他們的困難在哪裡 我講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只要中央一說軍公教加薪 第一年中央絕對補助 第二年請自己想辦法 對吧 每一次都這樣 我們在台北市的時候也發現 中央只要請客 地方就要買單 但地方的錢從哪裡來 就是看中央政府 我今年補助款再給你多一點 好了 明年有沒有 不知道 這才是為什麼要修財法法的主要原因 因為不明確 不公開 不透明 就會造成 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這種種種的狀況 到今天為止 就像剛剛主席書長講的 因為他在地方政府待過 財政困難的時候 求助無門最後變成什麼 養中央的鼻息 所以我們希望 財化法是要把這些分配的方式 清楚明確 你既然會給他這筆錢 就把它明確化 所以把中央的財稅 你的需求到底有多少 講清楚 可以分配給地方有多少 也講清楚 兩千多億是民眾黨的版本 我們沒有一定的 既定的立場 但是我們認為 行政院必須要說清楚 你們對財化法的態度 如果賴總統 他在當市長當院長的時候 都提過 第二個 這個法已經25年沒有修了 第三個 我剛剛講的垂直分配 如果可以達到公平的話 水平分配 其實基本上不會再有人爭吵 所以 部長你的任務就是把垂直分配 分清楚 主席處長你的任務就是 告訴我們中央政府 到底需要多少錢 到底會影響多少 讓人民知道 不是這個不是一個零和遊戲 也不是一個你輸我贏的遊戲 而是大家都能夠健全財政 然後讓地方政府 回到他既有的地方自治 我再講一個數字 六都的自酬款 大概是50%到55% 一般的縣市 他的自酬款 23%到27% 兩位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一般的縣市 他只有25%來自於自酬款 其他都要靠中央補助 他怎麼過日子 他只能每天在這邊吵吵吵 然後喊窮 然後靠著中央給他們的聯名 給他多一點錢 25%到27%的自酬款的比例 不是一個健全的財政 部長你的看法咧 是 委員您說 這個就是涉及到水平分配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在努力水平分配這一塊 把差距一直縮小 然後讓它共識為更大 這就是目前來說 分配公式上 大家感覺到不均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努力的是這一塊 過往修法 為什麼沒有能夠完成 就是因為這一塊的分配 所以始終沒有共識 所以不找我 我希望你把你做的這個事情 所以跟委員聆聽的就是這個問題 把他入法 你在正在做的這些努力 把他入法 大家都很清楚 把他入法 我們期待你的版本 把他入法 所以分配公式要入法 這是沒有錯 是 我們同意 請你在我們審議之前 能不能夠提出你的版本 讓他入法 現在我們就是在凝聚共識 就是在努力這一塊 好 在財政委員會審查的同時 你能不能提出版本 在財政委 禮拜三我想 總 招委這邊已經要舉辦公聽會 其實我覺得可以大家 再聽一聽各地方政府的意見 以及專家學者們的意見 因為我們不希望 到時候行政院再說 這個是沒有經過討論的 沒有經過你們表示意見的 到時候再說 沒有討論 然後內容 你們不知道 我們基本的原則已經出來 第一個直轄市跟縣市政府 要劃一分配的一個基礎 第二個 我們要精進這個分配的機制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已經 我都沒有一件 請你拿出來 讓他入法 你的基礎 你的公式 讓他入法 我問了三個月 我要看到你的版本 我希望星期三 我可以看到你的版本 在我們審查的同時 我可以看到你的版本 好嗎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黃委員 還有通保會 陳主委 陳主委請 華務部的 黃次長 黃次長 黃次長請 中華電信的 郭董事長 郭董事長請 那我也好 好 各位所長 大家好 明明知道 你人數人流這些 懶懶泥泥去做控制 這 商業之行為 當然是在 換手之內 可是 交叉比對 這是非常嚴重的 就是監視 人民的行動自由 跟到哪邊 他就有辦法監控 現在問題 發生的是這個問題 可是我看到 你們三個單位 來守走報告 你跟所有委員 來做這些報告 各位首長 這是可以看得出來 人民不信任 是來自於政府不認真啊 我說實在的 我最喜歡 退人家的報告 但是我今天 看你們這些報告 我真的心裡面很難過 我要請問 人民這麼在乎 他不是個資法的問題 而是非常恐怖 變成現在立社在執政的時候 這是立社恐怖耶 人民的行動 他都有辦法 去把它監控出來 這是一個恐怖的社會 所以你們是主管機關 我第一個要請教 四位主管 第一 請問 除了NCC以外 你們有沒有做什麼 非常嚴厲 積極的去做調查 來 陳主委你說 有沒有 我們基本上第一時間來講的話 就請三大電線一所做行政調查 而且請他們提供相關的資料去處理 那這個 他有沒有提供來 主委 有沒有提供 他沒有到會進行行政調查 但是相關的資料還沒提到 他也沒有提供資料 他們說沒有 你們就說沒有嘛 沒有沒有沒有 資料還有在處理當中 有嘛 好來 那個黃部長 你們有沒有做什麼調查 那個 這件事情 我們主要管的是技術面 那技術面我只想說 對啦 你技術面有沒有什麼查出什麼破綻嗎 這個技術面還是要 因為你的系統 我就是說 根據我個人過去在電信多年經驗 我只能說技術面那個系統是存在的 資料也存在 但是要串 是有可能的 對是要串接這些資料 需要第一個 需要法規的允許 第二個要有很大的工程 就是說因為幾萬比 叫他比對 好 對這個不是那麼容易 但我曾從技術面去回答 至於說那剛剛講那個電信公司 那個行政的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沒有辦法回答 謝謝 好 那個黃市長 你們現在有在調查嗎 來 那個郭董事長 來 社會很好 好 你們一直說沒有嘛 三大電信業說沒有嘛 打死你們 你們也說沒有啦 我必須要提醒 全黨挺議人情有可言 但是整個政府挺議人 會把台灣的人權把它當掉 這必須我要提醒各位 來郭董事長我請教你一下 國安局調查局還有警政署有沒有曾經跟你們調過這些資料有沒有 委員指的是哪一段時間的資料 不是哪一段時間有沒有啦 過去如果有根據剛才 像市長說明的 他依照這個通保法相關的規定來調取 有沒有提供 你不要講那麼多 當然是要依照這些 一個就是正式的和華 一個是輝華嘛 那我現在問你們輝華 你也不會講嘛 真的有你也不會講 我問的是和華的有沒有 合法的我們要配合提供 有沒有嘛 有 有 多少件 這要統計 要統計齁 這個和華的應該可以提供給本宴啦 多少件就好了 不需要針對 多少件 那我也要拜託我們陳主委 像這種和華要不要召喚你們 沒有 不需要 包委員 基本上他的法律依據 比如通保法那個是有檢警他們去處理 好 那個主委要拜託一下 因為你是監督單位 所以拜託把三大電信公司的 這個合法釣業的包括國安包括調查局包括這個等等 合法的釣的資料提供給我們委員會來做參考好不好 這個 好 另外一個 那看起來師父啊 來主委 不好意思 我那個資料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問一下那個統計 因為剛剛委員所講應該一個時間點 我們才有辦法調啦 比如說是這一年還是怎麼樣 我們會去問問看他們 這三年好不好 這三年好不好 這三年 我們來看他們有沒有相關資料 好不好 這個來提供一下 來 現在主委 我特別要問 那看起來師父 你們都沒有嘛 包括法務部 那個法務部就是個案在 在偵辦嘛 那你們三個那個 三一個 三個電信公司都沒有嘛 那你們兩個監督這個 你監督單位還有那個主管單位 你們通通都說沒有 那見鬼啦 那為什麼 王先生 王一川先生 他有這些資料可以去分析 這個分析人流都OK 這個都可以掌握 也可以有商業之行為 現在是交叉比對 可以把人員分辨出來 也就是說 有些參加小草的 有些參加319的 都不一樣的人 可以去分析出來 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要拜託主委 這個部分 不是今天你來報告一下說 這個沒有問題 就不是這樣 牽涉到人民的被監控的問題 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會一笑國際的 現在民主國家沒有人在這樣 除了我們的賴總統說 我不是民主國家 他如果敢這樣講 那我們沒話講 還是在戒嚴時代 那沒話講 可是現在我們是民主國家 這個事情是不容許 最後一個我要請教主委 如果假設這些通通沒有 那很簡單 就是假新聞 我正式跟你檢舉 以現在的情況看起來 現在那個黃市長 他們已經在偵辦 但是假新聞現在沒有 我正式跟你檢舉 這個假新聞 你要怎麼處理 可以不可以處理 我們以法定程序處理 這個如果說 委員已經檢舉 我們本身來 我正式檢舉 有沒有落實 事實查證這個部分 我們去處理 好不好 我正式跟你檢舉 好不好 謝謝 好 下一位請 林俊憲委員發言 第二位來 有沒有委員有意見 沒有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不同意 他們提出這個修改 要六個月 還有什麼 只有針對電信業 以及手機信領 我提案了這個 主要 是建議我們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籌備處 這裡 要積極去做 要做的問題就是 它涵蓋除了電信之外 還包括APP啊 LINE啊 或這些東西 要如何去做保障 我要它去在三個月以內 做這些 但是這裡我同意 也就是 出自的提案要求 行政院禁邀 也就是因為 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 它人員比較少 所以我們把它加在 禁邀行政院 以個人資料保護籌備處 這裡會同國家安全 數位部及有關單位 這個部分 我那個它 原來的這個籌備 籌備處這個修改這個 原則性我是不同意 我是同意 他們人不夠 我們就拜請 我們行政院這裡啊 敬邀行政院 這裡來做一個籌措 把各有關單位去做那個 原則性我還是保持三個 郭政委員 你改的版本 我們看不到啊 有啊 每個人都有嗎 有啊 每一個人都有啊 你念老半天我一個字都找不到 哪裡啊 不是 你們沒有交出來 我們只是 我們沒有看到 好啦 你們就是修改 那個不尊重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 倒數第七行有沒有 提案要求 倒數第七行 提案要求 這邊 勾進去 行政院邀請 你提案要求行政院 邀請個人資料保 是行政院來邀請啊 行政院邀請很奇怪 行政院誰啊 院長啊 他怎麼跟你邀請這個 他這個個人資料保 不是 郭政兄 你說提案要求行政院邀請 行政院那就秘書長喔 我這個特別的主席報告 原來我是要求 個人資料保護 籌備處 他們來做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如果是這樣 行政院可以拿掉 那個個人資料保護 委員會籌備處 去年成立的嘛 是不是 對 是的 掛牌 是 要你們當會幹什麼 主席我可以說明 你們要去負責 溝通協調的工作 好你講 跟主席報告一下 我們這邊應該是不用行政院 應該是我們籌備處 來就可以了 這個先說明一下齁 那不用到這邊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這個部分就是維持原提案 就是由我們來匯同相關的機關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建議是可以不用到行政院 不要行政院 好就把行政院拿掉 照我的延案 你匯同各機關 各機關不是不同意嗎 當然我們會盡力啦 那 什麼盡力 這是 這是臨時提案的決議 我們要決議了 你還在盡力喔 沒有盡力的問題喔 我們會照 決議來匯同相關的機關來處理 那 第二個部分是針對 等一下 通常會也沒問題 他匯同你們啊 還有數位發展部也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那這張都沒問題嘛 誰想有問題 他今天還有改 他今天要改 改什麼 又改什麼 他要改一些 有喔 副院長呢 國成兄的提案齁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裡面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國成兄如果按照他的原提案 這個今天這些部會恐怕不夠 因為個資的保護等等這些問題 只要他有收集過你的資訊的行業 通通要保護嘛 所以我看那個行政單位的建議啊 他把他在所謂電信跟手機的信號嘛 對不對 因為你談這些個資保護 主席啊 各365行各行業他都有個資保護耶 你只要申請任何一個東西 你都有可能個資的問題嘛 所以你要把它 你不當然會同 國家通常你連會同經濟部 會同所有各等於所有各部會你都要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針對電信 那我們就是電信業者 手機的這些問題嘛 那如果你要談的是個資保護 哇那個 這個國家全部 那很多了 對全部都要來了 那可能你不只是 什麼六個月 可能要一年兩年了 好 那國成兄啊 國成兄 國成兄 非來也是好意啦 因為你那牽涉太廣了 你不如就 就寫 倒數1 2 3 4 5 就政府的部分 就政府機關與民間業者的部分 改為優先啦 優先就 電信業者 這樣就單純了嘛 好 優先就電信業者 資手機 手機 手機 信 信令 信什麼令啊 信號啦 資手機信號 這樣就好了嘛 不是後面還有六個月 那六個月不要啦 三個月啦 這個要六個月幹什麼 那個主席 我再度建議啦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的籌備處 他要做的是 很廣大的 這些個資的問題 他現在要求我 去把它改為只有電信 這裡面沒有APP 也沒有什麼其他 所以 包含啊 所以這個部分 我說實在的 就變成NCC跟 跟數位部 他們只做他們 那其他都不要做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 你可以優先 去做什麼 但是 你還是要有個資保護 所以我提這個案 當然會很大很廣 但是是你 個人資料保護籌備處的責任嘛 好 你知道嗎 是責任嘛 所以我還是建議 主席我來幫郭成雄再修正一下啦 應該是這樣說啦 其中有一段就不要了啦 就數位發展部級相關機關 就 沒有啦就是不用講那個政府機關跟民間業者啦 你就直接 他要的就是那個架構嘛 就是 會同 國家通訊聯絡委員會 數位發展部級相關機關 就 各支運用規定 去識別化 合理於運用範圍及監管機制等事項 這樣對不對 我先這樣 好 好 就這樣 可以喔 好 那 還是三個月喔 不是六個月喔 三個月啦 三個月 那邊就 可以喔 好 這個要表決嗎 可以啦 你們既然雙方都假動了 要表決一下好了嘛 送走啊 通通都假動了 來這邊不表決舉手一下 不好玩啊 好啦 就修正文字通過 三位喔 午安 我現在先請教一下 那個陳主委喔 是 就有關NCC的主密黃文哲 他之前有說 他說 鎖定到他的基地台使用的人 他究竟是男是女 假設只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沒辦法辨識個人 那就不在個資法的範圍內 你這句話你認同嗎 個資法是保護個人資料 那我剛才我們黃主密所講是說 去識別化以後 那這個就變成所謂的數據的問題 所以說 我們一方面要維護個資 二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對於這個數據利用 你的全體就是去識別化之後嗎 對對對 那主委喔 不過我是先附帶提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是 那個質詢嘛 那你是備詢嘛 我們這不是法庭上的交互結問 因為上一次我質詢你的時候 我覺得最後有一點不愉快 但是因為請你切記 這不是法庭上的交互結問 你是備詢 好 謝謝 那有關這個部分 我想說我們 你講的沒有錯啦 就是說你去識別化之後 這當然不涉及各資的問題嘛 但是我們就回歸到手機定位的部分 那我想請問你 手機定位他到底是不是 各資法的保護範圍內 如果是手機的號碼來講 當然是 如果是信令來講的 相關訊息來講的話 應該也是 如果可以直接或間接 認定到 識別到個人身份的話 他就會變成各資了 好 那我現在跟你講一下 就是我上次在 執行法務部長的時候 我有提到 其實國發會的函事 包括那個行政院支通安全處處長 他曾經寫過的報告 以及當天法務部長 政部長他所說的 其實他們都認為 手機定位他應該是屬於 各資法保護的範圍內 另外我再提一個 在103年的時候 曾經有海巡署的官員 他去裝GPS 後來 在卡車上面裝GPS 結果後來被法院判決 拘役59天 我想主委一定知道這個案子嘛 所以 即便裝GPS 知道你這個車子到哪裡 都被認定是有妨害秘密了 更何況今天我們涉及手機的定位 因為手機的定位 是綁的是個人嘛 那像車子的話 可能是誰開的 我們也不知道 那另外我要再提一個點 在司法上面的 的調查的合法的監控 不會對人群 只會對個人或特定的某些犯罪的人 那在國安局他也這次也說了 他並沒有把一些資料流出來 那剛剛主委你也有說過啦 你說你不知道王毅川的這個 這個資料到底是哪裡來 你剛剛跟邱委員有這樣講嘛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這樣子推論下來的話 那我想請教一下 郭董事長 那郭董事長 那這樣子 是不是中華電信應該要 大義滅青去對王毅川提告啊 因為你看喔 沒有任何人可以拿到這些資料 從司法體系來說 司法體系不會拿到人群的資料 他只會拿到個案的資料 雖然非常的詳細 這我很清楚 第二個國安局也說 他不會把資料給 給這個特定人或特定政黨使用 所以今天他莫名其妙的 拿到這些資料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有人出來 去對他提告去釐清到底怎麼回事 或是他用什麼方式 駭客還是什麼方式去偷盜這些資料 否則他憑什麼講這個 除非他承認他就是喇叭嘴 胡說八道 董事長你有什麼想法 報告委員我們不清楚 這個王先生 這個資料來源是回合 那中華電信已經在上禮拜 有發出新聞稿 也在這邊鄭仲跟委員報告 中華電信跟王先生沒有任何接觸 也沒有任何業務洽談 那我們也沒有提供任何資料給他 我知道我知道 我相信你說的 我姑且相信你說的 但是是不是說 如果他今天有用不詳的方式去取得 貴公司的資料 那貴公司其實該提告就要提告 我想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們沒有任何相關的市政說 他是使用中華電信的資料 好 我是說如果之後經過檢察官 因為檢察官現在已經分他之案在調查 如果今天檢察官查出來 這確實跟貴公司資料有關的話 我想貴公司會不會提出 中華電信嚴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 電信管理法 我們沒有提供任何資料給他 好吧 那有答跟沒有答一樣 不然我跟你講 你要是不懂得立法院怎麼運作 你去問一下你們那個法律事務處的副總經理 魏惠貞他以前是柯董昭的助理 他應該很瞭解立法院的運作 那我們希望你還是能夠表示 不然你不懂就去問他好了 好不好 感謝委員長 沒關係 那既然你這麼講的話 那再來我請教 我跟那個個資保護委員會的那個政副處長 我想請問一下 這些手機流量定位服務 這些個資的在利用 是用什麼合法的方式釋出 你們有什麼合法的方式 可以把這些資料給外面的人 是 我也好 跟委員報告 那個在這一個如果說是電信業者的話 因為那個他們會有一個電信管理法 這個一個特別的規定 所以在電信管理法裡面的規定裡面 是如果要把這個流量拿出去 給第三人使用 第一個會變成要經過當生同意 第二個可能是要把這些資料經過處理之後 要做去識別化 讓第三人是無從識別的這些資料 也就是不是個人資料才能去處理 那這個在電信管理法相關的法規 是有多規範 那這個部分可能要麻煩你們要適宜 或是還有補充一些資料給我們一下 那我想請教你 就是那你有沒有主動告訴這些民眾 申請這些手機門號這些民眾 你的資料可能會被這樣的運 拿去運用拿去販賣 我們不要說流出去啦 你有沒有拿去做正常的販賣商業的使用 你有沒有在他們來申辦門號的時候 有跟他們講的這個風險 報告委員這可能就要再問一下電信的主管機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行動寬明服務契約裡面來講的話 對於這個在跟當事人 比如說他要申請使用這個電信服務的時候 包括他的處理利用還有這些相關的條件 在定型化契約裡面都會告知 那你定型化契約有時候叫我們勾選一些東西嗎 對不對 通常我都是勾不要啊 請那個 我定型化契約我看完我都勾不要 報告委員如果您勾選不要的話 就不會納入 剛才所講類似人口分析的 謝謝董事長 這問題非常好 但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今天我運氣好因為我念法律的 我還有耐心去細看每個法律的條 契約的條文 但是民眾呢 你一個定型化契約丟在那邊厚厚一本 你就叫他簽名 我個人認為這對民眾的保障其實是不足 更何況你把他們的資料拿去販賣 那這樣子他根本搞不清楚啊 你的說明有沒有說明清楚 他到電信公司去 或是那個通訊行去辦了一個門號 就這個定型化契約一本丟給他請他簽名 都拿幾個位置叫他簽名 實務上都是這樣啊 問題是你能期待他們能夠把定型化契約搞清楚嗎 所以我不認為說 我講一個 這定型化契約我已經跟人民講過了 那就算數就沒我的事 我不認同這樣啦 好那最後我跟各位講一個 如果你們真的對於各自這麼喜歡研究 其實你們去看一下那個111年限判至13號 他在討論健保資料的時候 他其實有討論到很多東西啦 所以呢你們去先釐清一下 大法...那個法官他們對於健保資料 他是怎麼認定的 他是怎麼樣要求要去識別化 要完全切斷資料內容 跟特定主題之間的關聯線索 這個...這個... 你就麻煩你們了解一下 另外齁 在限判至13號他有提到 如果這些資料被濫用 譬如說這是王毅川的事件 我想提告呢 我的救濟管道在哪裡 麻煩你們去研議一下 參考一下健保資料被濫用的話 被侵害人是怎麼救濟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去思考一個救濟的管道 來告訴人民 尤其是這一次 假設最後檢察官調查 受害人是200萬民眾呢 那我們是不是要來搞一個團體訴訟 來告中華電信 告國家 所以這部分麻煩你們理清一下 我們覺得事情發生就發生了 但是我很需要的是一個救濟的方式 你把救濟方式告訴我 那我們來告訴民眾 你們都有這個權利 如果你今天對於我的電信公司 或者是對於國家的管理有意見的話 我甚至我可能要求國賠啊 好不好 再麻煩你們能夠研議一下 很快補充報告 個人資料跟數據應用分析是兩件事 個人資料一定要根據國家的法令 所以呢絕對不會外流 那數據應用分析呢 是要去識別化之後 而且是得到的是輪廓分析 絕對沒有個人化資料 但即使是這樣 個人可以選擇不提供 加入這個人潮分析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數據應用 我們請郭董市長 會後再向我們吳宗憲委員討論 你要照做啊 你不能這樣子搞啦 你說 那個委員 另外我補充一個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 你說絕對不會流出去 我跟你講沒那種事情 我辦過多少案子 派客進去就把東西偷出來 比如不孝的員工把東西流出去 所以沒有絕對這種事情 我們只能盡力的去防止 那個各自法也已經修飾 我們會努力去處理這個事情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吳宗憲委員的發言 第三條也是有行政院提案 跟民眾黨團提案 那麼請問黃委員有沒有要進行說明 是 現在主席 我想我們的版本其實跟院版的部分 其實都差不多 內容差不多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增列或什麼 但我們原則上 如果委員們沒有意見的話 那我覺得院版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接受 好 是 那我們第三條 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 第四條 本條未修正 那我們是不是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同意 好 同意 好 接下來第五條 有行政院提案 台灣民眾黨團提案 還有郭委員等提案 那是不是一樣 我們先請他們民眾黨團 說明 謝謝主席 我想這 第五條的部分 我們主要跟行政院不同的是 他目前沒有把第三方支付 放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部分可能會有漏失 因為第三方支付業者 還是有處理金流 還有接受民眾的款項 還要跟銀行申請所謂的虛擬帳戶 來存放客戶的款項 他的確還是洗房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希望 在第三方支付 應該還是要放進來 那如果院版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建議這個部分 可以保留 然後到院會再來討論 來 請申委員 我們是不是請法務部做一下說明 好 法務部請說明 第三方支付的話 已經行政院已經把它指定為 指定非金融機構 在110年已經指定了 所以這個就會是在第三項 第三項裡面所列的這個非金融機構 對 第三項是屬於 指定的非金融機構 現在已經有法律規範了 是 主席我們的意見是這樣 因為它現在就是 行政院把這個部分放到 述法部去 但是如果有相關的狀況 我們希望它是 比照視同金融機構來處理 否則它會是洗房 或者是在整個業務上面 可能會有掛一個萬的狀況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把第三方支付加進來 好 請次長說明 這個第三方支付 是不是 請那個 哪一位 數位部來說明一下 好 我們速發部是 師傅組長 是 主席還有那個黃委員 大家好 我說明一下 那個第三方支付的部分 第三方支付部分呢 目前是在110年8月18號的時候 是由法務部會同經濟部 然後報請行政院指定 它是非金融事業級人員 那是這個指定是依照洗房法 第五條第四項的規定來指定 然後它指定為是 洗房法第五條第三項 第五款的一個非金融事業人員 那它的洗房的要求呢 也是比照金融機構 以上說明 好 那 呃 主席在這裡 先暫時 呃 就一個說明啦 因為 我們在場呢 有包括郭國文委員的提案 那這裡面呢 我想也就教於我們的行政機關 因為在第17款 是信託業 那18款呢 呃 我們看到郭國委員的部分 等一下 對 好 那麼郭國委員的部分呢 在26頁的部分 他有一個電子支付業 那因為現在電支 已經被金管會認定為金融機構 那管 那是不是說 這裡可以考慮 因為這當然 因為第18款是說 其他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 是金融機構 其實電子支付業 就已經在第18款當中 那 但是如果單獨列出來呢 也不妨礙到 他跟第18款之間的 這個 呃 相合度啦 所以呢 在郭國委員的版本呢 他是有提到這一點 他特別將電子支付業呢 獨立成一個 一款 那這當然也 事實上也是包含在原來的 其他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金融機構 那麼這是一個部分 那 那是不是就這個部分呢 呃 法務部或書發部 你們的看法 金管會在嘛 齁 那麼 呃 應該這個部分是 同副局長還是黃副局長 可以說明 來 請 這個是同副局長齁 主席 還有各位委員 好 那稱茹委員剛才所 呃指示的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在104年 就依照第18項的規定指定 電子支付機構是洗錢房子法 這個 所指定的這個金融機構 那對於這一次呃 委員的提案我們尊重 就是說金管會的部分我們尊重 就是說金管會的部分我們尊重 如果到時候把它列為第17款的部分 我們就會去把104年的那個函廢掉 以上 OK 好 所以 目前法務部的看法怎麼 因為 等於是金管會認為啊 如果單獨將電子支付呢 單獨列為一款 事實上就是從 原來的第18款的其他 獨立出來 也符合金管會目前的實際上所認定 來 沒有意見 好 那麼請問在場委員 那如果這個部分齁 因為這是郭國文委員的版本 那 當然剛剛有黃委員提出 這個部分呢 我們 如果還有一些思考的空間齁 那我們可以在這裡先做個討論 那麼 這是一個部分啊 那另外呢 再包括大家所關心的 融資性租賃事業 還有提供虛擬資產的 還有第三方支付的部分齁 那我們看到 在目前的 鍋板的部分 26 OK 那鍋 鍋板的26頁齁 也有提到說第三方支付啦 那因為這裡呢 他是把它單獨列為一項 就是 在行政院版當中呢 他除了 辦理融資性租賃之事業 那麼他這裡呢 加上了 呃 第三方支付 即第三方支付提供者 齁 那等於是呢 實際上他就不是金融機構 但是呢 是屬於非金融機構的 類同於融資性租賃的事業 那他特別的把它跟 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 和第三方支付 提供者 呃 明白的列出來齁 這也是鍋板的一些主張 那請問金管會 對這個部分的看法如何 因為第三方支付 目前 你們並不是納管為金融機構 但是有要求他做一些 呃 申報齁 方法委員 那個第三方支付是 數位部是不是請 數位部這邊 是 請 數位部說明齁 就如同剛才說明了齁 因為第三方支付 已經納入洗房的 洗房法的非金融事業級人員 那他的洗房標準呢 跟金融機構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原則上 所有金融機構 比如說他要做KYC 內機內控 然後可疑交易申報 都要比到金融機構去做 因為在洗房法裡面有明定 包含 那個相關規定都跟金融機構 是幾乎是一樣的 以上說明 所以我們認為是 我們建議就是採院版齁 就是不需要把第三方支付 特別列出來 要不然的話 未來如果有新型態的一些 商業服務出現的話 那可能就是每一個 都有洗房法都要列 以上說明 好 了解 好 那再三委員齁 那這裡 本來也做一個說明齁 因為 的確齁 目前的院版 他是用其他 但是呢 其實在這裡面 如果把 虛擬資產 跟第三方支付 加上其他 都並列的話 那這裡面 就有對於民眾所關心的 虛擬資產 和第三方支付呢 比較有揭露的意味 而不是只是 涵蓋的籠統的 放在其他 等於說 如果只列 虛擬資產 或第三方支付 有掛一漏萬 少了其他 只列其他 並沒有彰顯出 虛擬資產跟第三方支付 那如果把這兩個並列 在這裡面呢 因此啊 這裡面 對於郭板的部分呢 呃 本席這邊有試著提出 一個修正動議 齁 供大家參考 就是用 這樣兩個並列的方式 齁 看大家覺得如何 在那個修正動議第五條 那個部分 沒有 那個看 沒有 我是先請在場的委員參考 如果 認為有需要 我們再提啦 那個 黃委員 所以 我請問一下 書發部的意思 就是說 你在其他裡面 就涵瓜這個了 所以 以後這個提他 就可以 無限擴張就對了 無限擴張 八委員 我們反而是想 幫你限縮他 就把它講清楚說明白 那我們甚至希望說 說難聽點 我們甚至希望第三方支付 本來也應該 視同為金融機構 讓金管會來管 請你書發部管 這個也很奇怪啊 對啊 你要不要試著把它推給 金管會就好了 對 我們會幫你的忙 對 要不要試試看 因為放進來就很清楚 因為電子支付 那第三方支付 其實有規模的大小差異啦 對 如果把它動 講清楚第三方支付的 定義很清楚 就不會將來會有 新興行業正義的問題 那新興行業是另外的其他嘛 我的想法原來是這樣 這樣也會清楚 然後我們也更希望 把第三方支付 拿去給金管會啦 對 謝謝委員 原來行政機關的立場 我們還是支持院辦 那因為其實 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它是經由一定的指定程序 所以現在現行法的第五條 第四項已經有規定了 那所以這部分 我們還是建議支持院辦 謝謝 好主席我沒有堅持啦 但是我還是覺得 第三方支付這種事情 應該事實上 金管會管 每次都 出發部在管這件事情 其實會造成這個 監理跟洗房上面的差異 我只是希望說這個立場 我們希望金管會跟 出發部這邊可以去協調 將來應該是把它統籌一個 單位來處理會比較好 好 那麼我不曉得其他委員的看法 那要不要 因為這第五條 因為我們今天還進行的蠻順利的 那第五條 給大家再一點時間思考 這邊暫保留 那我們往第六條推進 到後面呢 我們再回過來看 第三方支付跟虛擬資產 是不是要給它 適當的規範強度 說不定看到後面的條文 它的規範強度已經足夠了 我們就不用在第五條裡面 把它特別名列或增訂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第六條 第六條有行政院提案 還有台灣民眾黨提案 及郭國文委員提案 那麼請問台灣民眾黨 黃委員有沒有要做說明補充 好的 謝謝主席 我想各位統仁以為 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一直希望說 它是一個以洗錢防治為 為重心的法案 但是呢 我們上次質詢的時候已經提過了 我們感覺這次行政院版的洗防法 它其實是有點幫金管會 會把一些該它自己去立專法的責任 丟給洗防法 丟給法務部 也就是說你今天看到接下去的條文 裡面很多都是 針對虛擬資產相關的管理方式 那監管的方式不應該在洗防法 這樣子的體力的法條裡面來幫 監管會管它要管的對象 所以我們希望說 因為現在沒有母法 所以沒有辦法管 所以用洗防法來當個母法 我也不反對 但是我認為這個有必要 將來應該是推回去給金管會 另外成立專法 把這些相關的管理規則 怎麼樣上架什麼 亂七八糟的這些管理 都不應該在洗防法上管 那分級管理我們是同意的 因為分級管理要進到法條裡面 但是你有沒有登記有沒有裁法 這個都不應該是洗防法來幫他們處理的啦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因為為了要有母法 所以我們這條我們不堅持 但是我們希望它有落日條款 幾年之內你金管會要拿回去立專法 把這些法條全部洗回去 否則你在洗錢防治法裡面 幫你們做監管 我覺得這點是有點不倫不類的 好 謝謝黃委員 是不是先請法務部 再請金管會做說明 來請法務部 我想如同剛才委員所講的 我們找到這一個洗防法 可能會是很多執法的一個母法 那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這樣的設計是有一點 有一點 我們是有點算是應付我們現在這個狀況 所以希望委員能夠支持我們願版 所以我的意見是 我對這個極區要母法我們支持 但我希望有個兩年的拖日條款 請金管會拿回去做他自己該做的事 這樣法務部同意嘛 我覺得這樣的話比較合理啦 幫你法務部 你不應該在你的主管 不然就把這個洗防法主管業別轉給金管會 委員這個部分我們尊重 就是說我希望他兩年之內要回去把虛擬資產也好 其他的這些執法的管理機制 什麼撤銷登記廢紙 這個不應該在洗防法裡面 什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那都本來就是應該金管會定的 所以主席我 我贊成現在有一個母法 但是我希望給他落日條款 等一下我會提一個求證同意 好嗎 最後一條的時候 因為第六條的確是針對虛擬資產第三方支付 我這邊是不是先請金管會做個說明 我在本期這邊做一個建議啦 來先請金管會 謝謝主席還有謝謝委員 那這邊先說明一下 那為什麼我們這一次會在那個洗防法裡面 去引進這樣的登記制 而且如果沒有登記就執行這個業務的話 就會行責 這個其實也是遵照FITEP他的一個指導原則 FITEP提到說 從事這樣的虛擬資產業務的 不管是法人或是自然人 他要求都要有登記的制度 或是核准的制度 如果沒有登記或核准就從事這個業務 他也有要求說必須要有處罰的規定 要處罰的規定 那這個是在FITEP裡面 那因為我們往後也要接受那APG的再次的評鑑 如果我們沒有依照FITEP這樣的指引來做的話 那未來在評鑑上 可能也會對我們整個國家的評鑑受到影響 那我們也有去查一下 國外的其他國家規定 像日本、美國 他也有在他的規定裡面規定說 那個如果沒有登記的話 就是做這個業務 他也是有刑責的 他對這些人員或是機構也都處於刑責的 另外的話跟委員這邊報告一下 那為什麼我們要在條文裡面 特別去把這些屬於虛擬資產未來要管理的架構 例如說上下架的審查機制 或是資產分離保管等等這些事項 要特別先在洗房法這邊訂 當然未來如果有這樣的專法是當然也會訂進去 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們是檢視的結果 這些項目是對於洗錢 我們防治洗錢有特別的一個急迫性 例如說上下架的審查機制裡面的話 我們知道說 那目前洗錢的三個階段 包括處置、分層還有整病 這個處置的階段就是他怎麼樣去把他的張錢 把他進到我們的金融機構 或是那個虛擬資產的這個事業 來進行後續的這些洗錢 那在處置階段他就很有可能用到這種 他不特別量身訂做的這些虛擬資產來做處置 那所以這裡我們認為說 這些項目都是我們經過檢視之後 不是為了未來虛擬資產的管理 而是為了目前就很有可能 作為他洗錢的工具 所以我們才要這些項目 特別在這邊把它訂定 以上說明請指教 謝謝 好 那麼因為今天的列席官員蠻多的齁 那請大家第一次發言的時候自我介紹一下哪個單位 不然我們要請教 是 報告主席不好意思 自我介紹 我是金管會政旗局副局長 我剛剛有 我就跟主任確認了 因為我們剛剛有見了面 主民說是嗎 沒關係 那個確定是我們黃副局長 好再次跟您確認 好 那麼委員有沒有其他委員有意見 來審委員 這個 這個 有關 我剛才當然知道說 剛才黃委員所提的 有關落日條款的這個 這個建議 當然這是一個 我們在立法過程中 運用立法技術來 希望說 儘管未來能夠讓這個 實際上應該由 大家認為應該由 儘管會來主管的第三方支付的 相關的這些 這個主管單位能夠 訂定 訂定這個專法 來 來這個 加以管制 這個是 對於這第三方支付 目前的這個管理上面的 一個 正本清源之道 但是如果我們在立法上面 我們把這個 落日條款放進來 這個 這個 會不會到時候造成 反而造 這個 你實現到了 讓這條條款落日 但是 儘管會那邊還是缺 我們還是沒有成功的 在財政委員會 比儘管會 比儘管會 立法 反而會變成一個 法律上面的一個 一個 控裝期 所以 我是 我是建議說 我們正本清源 還是 大家到財政委員會去 比儘管會來 趕快叮叮專法 不要把它列在 不要在這個 這個洗防法上面 列一個落日條款 到時候變成 我們自己 立法院在立法過程中 自己卡死自己 謝謝神委員 因為剛剛前一條有個修正動議 那這一條本來 黃委員要提修正動議 那我是建議 還沒正式提案之前 我們先印給大家參考 因為有文字 大家比較能夠理解 那是不是請議事人員 將剛剛第五條的擬修正動議 跟第六條的擬修正動議 先印給我們儀會的委員參考一下 那因為剛剛第五條 我們是說先暫保留 大家思考一下 那第六條呢 我這邊是不是可以提議 黃委員這邊思考 如果說做修正動議 有剛剛神委員說的困擾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附帶決的方式 行資啦 那大家看看文字內容 如果覺得文字內容 改以附帶決的方式行資 我們待會回頭再處理好嗎 好 那我們第六條 比照第五條先暫保留 那我們先將擬修正動議 給大家參考 那再考慮看是有修正動議 或以這個附帶決的方式來為之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七條 好 來第七條呢 是因為行政院提案 那提案內容就是不予修訂 本校未修訂 那麼是不是我們就照 對不起我看第七條 第七條有條次變更 然後有其他的罰環的處罰規定 那是不是我們大家看看第七條的部分 是否有意見 第七條齁在四十九頁部分 在那裏 在 大家看看第四十九頁齁 到第五十頁的部分 他是將調次變更 然後呢 將滑環上線提高 也增列了暗示處罰的規定 那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好 那麼接下來呢 第八條 那第八條有行政院提案 那同樣的也是調次變更 那同樣的也是將處罰的部分呢 予以修正提高 那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行政院提案內容 有無不同意見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第八條 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 第下一個欄位 因為我們這裡呢 呃 說明一下 因為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他並不是 條次沒有超過二分之一 所以不是全文修正 所以他是以部分條文修訂的方式 在條次上呢 他有個第七條之一 那是不是這邊我們請黃委員 針對民眾黨提案的第七條之一進行說明 請 好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主要是因為我們在財委會也發現很多的 包括虛擬資產業者或者是這些希望能夠跟我們的法務單位或者是檢調單位進行平台 甚至虛擬資產跟銀行之間也沒有平台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於銀行跟銀行之間也沒有辦法直接溝通 所以我們希望他有一個平台來做所謂的這個洗錢房治的客戶身份確認 因為到目前為止現在都是個別在跟檢調單位聯絡 那其實法務部我們新任部長上任之後 還有術發部我們都希望說由法務部跟術發部來主責這個建制這個平台 那這個法條當然我們是希望說他能入法 那如果說在法條上面不宜做這樣技術性的規定的話 我們希望說法務部這邊能夠盡速完成這個平台的建制 那法條我們就不再堅持 那希望說實質上有做到就好 好 謝謝黃委員說明 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第53頁 在民眾黨團的提案說明當中他特別強調了 擔心這個客戶是否列明各國的制裁名單 是不是有行政院提案 21條1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請看第22條 22條是有行政院提案 以及台灣民眾黨團提案第15條之二 在第82頁 請問黃委員是不是要做補充 好 這個可能要特別跟主席跟各位統人補充 就是我們的第6項跟第7項 因為現在我們發生了所謂的警示帳戶 或者是現在有一種叫告誡帳戶 就是你可能是因為當了人頭變成告誡帳戶 它所警示帳戶它是有相關的警示跟解除的程序 但是告誡帳戶目前沒有 我們上次質詢的時候 金管會表示說沒有 所以我們特別把這些帳戶的 都不管是要監管或者是要警示 或者是因為已經查明清楚 已經不起訴處分已經無罪了 那它要解除都把它具體的提出 你應該訂出一個相關的程序的做法 所以我們在第6項第7項 我們認為說這是解除現在 實務上面 目前法務部還有相關的單位 沒有這些程序的問題 我們希望訂出一個程序的規範 請他們盡速的訂出相關的辦法 以上 好 那麼請法務部就第6項第7項 在第84頁的部分請做回應 臺灣民眾黨團版的提案 第6項第7項 第7項第8項說錯 84頁第7項第8項 好 謝謝主席 刑事不起訴處分的認定 跟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帳戶 而被採處性指為行政處分的告誡 兩者處理的事實類型不同 那前者主要是個案事實為主觀 具有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的範益 而構成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等罪嫌 而採處告誡是個案事實 處理主觀上明知自己交付提供帳戶或帳號 然其交付提供不具正當理由的情形 這兩個構成要件是不相同的 並不是行事不起訴處分確定 就代表行為人交付提供帳戶帳號有正當的理由 那告誡是行政處分 應循訴願行政訴訟途徑救濟而不是解除 這是本部的說明 請教皇委員請 我想這個我再補充一下為什麼會這樣說 就是很多人他被告誡了 但是他要等到拿到不起訴處分的時候 已經超過了他訴願的期限 他已經沒有救濟的機會 然後他就一直被告誡著 他告誡不是不能用是很難用 然後他也沒辦法解除 因為他已經超過了訴願期限 他們已經沒有程序處理 所以上次我質疑法務部的時候 他們也兩手一攤說沒有規定程序 所以警示帳戶有解除的程序 反而告誡帳戶沒有 我們才希望說你訂出一個辦法 你可以不要立在這個法裡面 但是你要訂出這個程序來 否則他連救濟的機會都沒有 這是實務上碰到的 我們實際上有相關誠情案件 我之前上次也問過法務部的 好 那麼法務部就針對 黃委員的部分請回說明 謝謝主席 法務委員 告誡他是行政處分沒有錯 但是在書面的上面 就有記載救濟的途徑 他30天之內就可以提出訴願 這個是不用的 但是他拿到不起訴處分書 已經超過你的30天 我現在去訴願也沒用啊 因為我沒有證據證明我是無辜的啊 對 這個喔 這個跟不起訴處分 是不是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 這個是刑事調查是脫鉤的 這個是認定他有沒有正當理由提供帳戶 這是兩件事情 所以並沒有去連結說 一定要等到不起訴處分才能夠 做這樣的糾結 大部分的人都沒辦法證明自己 我說我有正當理由 你說沒有你已經被告誡了 然後你已經送到法院去 你覺得法院還沒判 你根本就拿不 沒關係 各案我們來處理 但是我覺得你們要訂出一個 告誣帳戶如何解除的程序 否則訴願期間過了怎麼辦 或者是他拿到證明的狀況怎麼辦 我們不會無緣無故定這個辦法 因為就是因為碰到太多人 跟你們解也解不開 法務不可能不會 信置到處理這麼小的事情 但是的確很多的民眾是受到侵害的 好 那麼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建議我們先暫時 保留一下 讓那個黃委員思考一下 附帶決議的方式 來 那個陳委員 主席我講不用保留 因為剛剛我聽這個黃委員的意見 他也並沒有堅持要把這個 列在立法裡面 但是他是 他剛才所關注的事項 確實在現在實務上面 這個被列為高階帳戶的狀況 確實是這個民眾在這個舉證上面很困難 所以要必須等待這個法院的這個不起訴處分 作為證明 所以對你們來講 這個在法理上是脫鉤的 但是實務上面它是 它卻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才是 才是黃委員關注的地方 那我是認為說 這個用附帶決議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用附帶決議 來要求法務部 來就這個部分 必須要訂定相關的辦法 那黃委員同意 那附帶決部分 我們就先開始試擬啦 那我是覺得法務部 也可以就黃委員的意志 先試著試擬一下 達到黃委員所關切的 事實上民意機關 作為人民 協助人民 在面對行政或司法上的追訴 或處分的時候 都會設法以民眾的利益 來做幫它做爭取 那我想這樣的利益是相當好的 那是不是請 我們這一條呢 我們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就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但是就請待會的附帶決議部分 我們來擬一個附帶決議 好 來來 羅緣 我剛剛也是 就是跟著我們的 黃珊珊委員的意見 我覺得法務部 這個確實有些個案 已經出現這個狀況 我們民意代表 才會收到這些狀況嘛 所以因此 我們作為政府機關 不能對這些狀況 是兩手一攤 那即便不是在這個條文裡面處理 其實也不能讓這種狀況 就是讓民眾來承擔這種 無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因此我覺得 也同意附帶決議 就是說 應該 行政機關還是 我覺得法務部 要去研究出一個方式 可以跟黃珊珊委員 對接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那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去把這個缺口把它補起來 以上 好 謝謝委員 那麼就請次長 請我們同仁先試擬 那我們第二十二條 就依行政院提案通過 那我們附帶決議 稍後再處理 現在已經有可能兩個 或三個附帶決議 擬議中 好 第二十三條 有行政院提案 及台灣民眾黨提案的 第十六條 那麼這個請看第八十五頁 那是不是黃委員 這邊要做補充 這一條的部分 我們看過以後 可以接受院版的內容 好 請問在場委員 我們是否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好 同意 那我們第二十三條 按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請看第二十四條 第八十八頁 有行政院提案 及台灣民眾黨團提案的第十七條 那同樣的 是不是先請黃委員 進行補充 24條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修正以後 我們也同意院版的內容 好 請問在場委員 是不是我們24條 依行政院提案通過 同意 好 我們第24條 就依行政院提案 但是後面這一項 可能希望能夠給他 可能可以增列進去的部分 就是金融機構跟指定非金融機構的 從業人員 這一條的部分 可能我們會希望他比較完整一點 然後 對 第四項 法務部 針對民眾黨團提案的第四項 金融機構或指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基於洗錢 防治目的而洩漏 或交付等等 後面的這些相關四項 由法務部定之 這是由法律授權 給法務部來訂定 請問法務部對於這第四項的看法 沒關係 先讓一點時間 這個是寫得不錯 好 謝謝主席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對於大額交易申報 可疑申報 可疑交易申報之免除 業務上應保守秘密義務 現行法第九條第二項 第十條第二項 就是 為本部修正草案第十二條第二項 第十三條第二項 一定有明文 黃委員 我們這個主要是因為 我們發現 就是銀行跟銀行之間 他們可能 銀行金控之間通報沒有問題 現在是各銀行之間 要互相去照會 或了解狀況的時候 可能會有所謂的 洩漏個資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銀行 不願意提供協助 或者是相關 所以我剛剛才會講說 第一 那個平台很重要 第二 也要免除他們所謂洩密責任 第三 也要授權他們有這樣子的 通報的權利 否則現在碰到的困難就是 A銀行去問B銀行 密銀行不會告訴他 對 黃主席 除了剛才有一個免責條款以外 在打詐專法 現在也是在大院修正裡面 第八條第二項十三條 有照會的機制可以因應 再發現有可疑的資料 銀行跟銀行之間是可以照會 是不是市長可以把整部法條裡面 跟洗房跟打炸的部分的照會 包括剛剛講的平台跟通報的機制 給我一份完整的東西 不然現在散落在各個部門 我們實在是每天 東問西問都不一樣 好嗎 如果你這邊有 那邊也有 那有照會的機制 就是有免除它的 限密責任的問題 那這個我覺得 就讓這些 金融機構從業人員 或者是相關群體資產從業人員 他們有一個依循可循 否則現在變成是 這邊法條寫一個 那邊法條寫一個 你把整個完整的版本弄出來 第二個 平台就是這個目標 就是希望說大家去 那個平台可以查到東西 也不會被 也不會負相關的所謂限密的責任 政府應該做這樣的溝通跟管道 我的目的只是這樣而已 好來 次長 謝謝主席 那會後我們會整理好資料 給委員長考 這樣子 我是不是做個先處理 因為這個第四項的部分 台灣民眾黨團的提案的第四項 原來他是補充 行政院提案24條的相關 保密的免責規定 那這個在我們行政院提案 後來條次修訂後的 第12條跟第13條 有部分的一些規定 但是呢 黃委員的意思是說 這個部分 因為他部分的調次 還是按照原來的調次 如果真的要採納 也這樣的一個原文 也沒有辦法完全照用 是不是我們把第四項法務部 先做個研究 那把剛剛說的打炸專法的相關內容 先背個文字給我們委員參考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先佔保留 那大家看到了內容之後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怎麼樣把它修得更完善一點 好 那麼第 調次變更 以及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的第21條 請看第93頁 那是不是請黃委員做補充 這一條我們只是增加了一個淡書 就是如果說 依照這個條約或協定 規定禁止或應符合一定要見 實為特定目的外資用者 不在此限 有一點在擴大一些他們的空間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沒有意見尊重願版 好 那麼法務部 那個因為這個淡書規定 第三項的後項淡書規定 後半段淡書規定 黃委員這邊不堅持 說尊重行政院版 那個包主席 我們也有淡書規定 我們那個查案 對對對 也有 也有淡書規定 看到了 好 那麼如果委員同意的話 我們第28條是否依行政院提案通過 同意啦 那第28條 我們依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請看第29條 29條呢 是新增 那麼有行政院提案 及台灣民眾黨提案的 第21條之一 請看第96月97月 那同樣的我們請黃委員先做補充 這部分我們尊重願版 那我們包括其他委員 我們第29條 是否依行政院提案通過 好 同意 我們第29條 依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我們去看第30條 那30條呢 它基本上它就是 調次變更 那做補免文字修訂 那是否大家同意我們按照行政院提案來通過 同意我們第30條 依行政院提案通過 那第31條也一樣 是行政院提案 調次變更 那幫日期呢做一個規定 那請問各位委員是不是第31條 好 第31條現在有一個擬修正的部分 是否我們 第31條現在有一個擬修正的部分 是否我們黃委員這邊 我們先給各位委員看一下 這是目前還沒有修正動議 只是你修正動議請大家參考 是否我們請議事人員印給大家看一下 第31條 好 給大家手上了 那大家手上 那請黃委員說明 好 各位同仁 我想這個主要是我們認為說 這次洗房法 監管會很偷懶 就把它的應該定的專法的規範 全部關在洗錢房制法裡面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很不公平 那第二個就是說 虛擬資產業者跟第三方制服的監理 它本來就需要有明文的法院 依據不是用洗房法來當授權主管機管 它擴張行政權限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但是又為了洗錢房制的修訂 所以我們目前勉強接受它用這樣的修法 但是我們希望說虛擬資產業者 跟第三方制服的管理的部分 監理的部分應該另定專法 那這個用弱智條款 當然可能各位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會建議說 至少要給行政部門相對的壓力 讓它兩年之內要訂出專法來 對 那因為這個本條修正動議的擬議 是在我們之前第六條 那目前我們第五條跟第六條 是先佔保留 剛剛意思是說 是不是先請行政機關就第六條 剛剛我們黃遠的意見 能夠增強對於相關的 執法的落實 那這個部分我是不是說 我們這個擬修正動議 我們第三十一條病童第六條 待會我們一併看附帶決議的部分 再來進行處理 那是不是我們給行政機關一個時間 將附帶決議先做個草擬 那我們先休息 那建議 就是在第三項的第五款當中 那就是屬於非金融機構 非金融事業 那它的地位是跟融資性租賃 和虛擬資產服務是同樣的 都是屬於非金融機構裡面 但是會容易涉及到洗錢的 所以呢就應該比照融資性租賃 和虛擬資產服務 是用第二項跟第四項的相關規定 所以呢這樣的附帶決議 已經充分的將第三方支付的性質 等同於融資性租賃 融資性租賃跟虛擬資產服務 那這樣的一個內容 請問在場委員覺得是否可以接受 那來請 方委員 是 蕭先生你的 蕭委是一直是說 現在就變成郭國文版本的 那個就不放進去了 就沒有放進去 但是呢用附帶決議的指明 第三方支付的性質啊 它等同於是第二項的融資性租賃 和虛擬資產服務 因為這兩者本來就不是金融機構 但是呢它在處理上呢根據 第四項的規定 它是要受到這些相關的規範的 大概是這樣 只是用附帶決的方式 就是點名第三方支付的特質性質是屬於 類同於融資性租賃和虛擬資產服務 就不在條文裡面寫但是用 只是不寫出來但是事實上是 對 事實上是 然後以後也會用其他的方式來 對 用第二 包括所有新興行業 對 用第四項的方式來處理 好 我沒有意見 來 那黃總長 在立法的體力上面 既然我們都已經決定 要把第三方支付 跟在第二項第四項 提供虛擬資產服務的事業跟人員 把它奉在同一個類別裡面 進行規範 那我現在有點困惑的事情是說 那為什麼不把它直接 在法律名文就好了 竟然要用附帶決議的方式 繞了一個彎 對 這個在整個立法的體力上面 是不是可以請主管機關 稍微說明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立法者 我們在討論立法的過程當中 已經很明確的 要把它放在跟同一個類別加以規範 那不放在法條裡面 是用附帶決議的方式來加以處理 那它實際上面的考慮到底是什麼 好 那麼請書發部說明 應該是在第二 第五條第三項的部分 請說明 報告主席案委員 因為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原則上它的程序是由主管機關去申請 像行政院去申請指定 然後由行政院指定 所以大概所有的過程都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 因為未來如果有些新興的樣態的話 要納入的話 也是循這個程序來處理 那我們 因為行政院在110年的時候 8月的時候已經指定 它這個是屬於那種非金融事業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第五條條文裡面 有提到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本來就包含第三方支付 所以不用再另外去寫 那我們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未來如果處理方式是一致的話 也是可以照這樣處理 如果未來有新的話 那你就不用特別寫 它本來就適用 所以我們才會用那個 附帶決議的方式來處理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請黃總長 我們再進一步交換意見 就是說 其實如果按照你剛剛那樣的說明 那附帶決議其實不應該這樣寫 因為沒有在第二項跟第四項的問題 而是在你剛剛所講的 第三項的第五款 那個應該是第三項的第五款 的設成範圍內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啦 按照的是你剛剛那樣子的說法的話 那反而不應該做這個附帶決議 因為會把整個規範的結構啊 變得非常的複雜 也就是按照行政院目前的看法 是屬於在第三項第五款 那我們竟然用附帶決議的方式啊 又把它放在第二項跟第四項 那但是第二個部分 是 在立法的體力上面 有兩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是 我們直接把第三項支付 放在法條當中 那它就會成為一個法律條文的一部分 也就是 未來不管行政院它所指定的行業如何變動 都會成為法律規範的內容 但是 你如果現在是把它放在第三項第五款的話 就會隨著行政院它的指定或不指定 而去變動 這個法條 設成範圍所及 所以我最後 要請教的問題是說 在整個政策的選擇上 把第三方支付 明確的寫在法條當中 不會因為行政院的指定或不指定 而變動 跟你們希望不要放在裡面 保留給行政院未來指定或不指定 彈性的空間 我覺得講到最後啦 大概就是這兩種 立法模式上面的選擇 是不是可以請主管機關 再進一步的表達他們的立場 好 那麼 請書發部可以提醒一下 因為目前的洗房法的第五條的原文 的第二項 就已經包含了融資性租賃 以及虛擬通貨平台 當初是用融資 虛擬通貨平台 現在叫做虛擬資產服務啦 那因為原條文本身 就已經把這兩個名列了 那請書發部說明一下 為什麼融資性租賃跟虛擬通貨平台 在原條文當中 他既不是認定為金融機構 但又適用金融機構的規定 他當時的立法考量 以及現在你們將融資性租賃 和虛擬通貨平台 或說虛擬資產服務之外 所有的非金融機構 你們都一概的用第三項的第五款 去含涉在這裡面 請說明這個差別 包括主席還有委員 那個第三方支付的時候 第三方支付的部分 本部主管 所以本部說明這個部分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邏輯 原則上就是保留一個彈性 那就是選擇 就像黃委員講的 是後面那個立法邏輯 就是所有的新興的東西 都可以依照第三項第五款 來去做處理 那至於為什麼虛擬資產 或者是融資性的租賃 因為並非本部主管 這可能要請法務部 或是金管會來說明 好 來那個金管會能不能說明 這個不對 這個是法務部 法務部先示的說明 因為五條的第二項 原來的融資性租賃及虛擬資產服務 就是配合國際公約的規定 國際的規定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了 在原來的洗房網就放進去了 那這一次呢 是並沒有再額外的增訂 那這次呢 是透過第三項的第五款 去把其他非金融機構的 有高風險的 都用這個條次呢 規定來規管 是這樣意思嗎 好 那法務部有沒有要做補充 沒有 尊重 好 請黃總召 其實喔 剛剛行政部門 把在這兩種立法模式上面的選擇 我想說明得很清楚 那我只是要 希望點出來說 就是說過去 兩次 其實在漸進前改的論壇上面 對於 在強化行政管制的部分 其實具體 有點出來的 就是包括了 我們現在 所講的虛擬資產 跟第三方的支付 那因此 如果在政策的立場上面 各個黨團的委員跟行政部門 都同意 把第三方支付給放進去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 在洗錢防治法這一次啊 的修正當中 把它明確的 在第二項跟第四項 把它並列 事實上是一個比較好的立法模式 好 那麼在場喔 因為這個附帶決議是擬議啦 好意思說 如果因為剛剛 第五條的部分 大家覺得 三支的角色 剛剛經過說明 是在同條文的第三項第五款 其他 經過指定的部分 那指定的程序 也已經在附帶決議當中表明 他應該未來 在管理上是一樣 是 用第二項 及第三項的規定 類同於融資性租賃 及虛擬資產服務的方式來規管 那請問政策委員 對於 第五條的部分 依行政院提案 然後我們附帶這個決議的方法 的處理上 有意見 是不是我們也請那個 吳釗偉 有沒有什麼特別看法 沒有 目前都還尊重大家的想法 來 那個三位員請 我想這個 剛才 我們這個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我們主要是 我在可能很多同仁剛剛才到 為什麼我們要提這個法的 這個修正的意見 就是洗錢防治法 它應該規範的是洗錢的行為 而不是洗錢的 相關的業別的管理監管 那我個人覺得 金管會非常的偷懶 他把他們對於虛擬資產 應該做的相關的監管 全部塞到洗錢防治法 這一條是我認為他們應該要 正本清源 將來應該要回歸到金管會 另外訂立相關虛擬資產管理的專法 而不是把 因為洗錢防治法 不可能去幫金管會管他們 這些虛擬業者 要怎麼登記 怎麼登錄 怎麼處罰 都不應該是在洗錢防治法裡面 但是為了打炸或者是洗房 所以我們勉強讓他立了這個 所謂的 把洗錢防治法當的母法 讓他盡快的通過來做管理 有關洗錢的行為 但是我還是認為 資產 虛擬資產業者的監理跟管理 必須要認定法令 但我也同意說 司法法治委員會做決議 要求金管會的話 可能他們回去 大概也 財委會委員也會很有意見 但是這個部分 我認為還是應該 今天的同仁在現場 我希望你們就是 將來要針對虛擬專法的草案架構 這些都進度 都必須要有一定的回報 至少不管是向財委會報告 或者是向司法法治委員會這邊的報告 因為你將來這個洗錢防治法主管業 還是法務部 那很奇怪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這個部分 我希望他有附帶決議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他們回去又 東西又擺著不敢 對 在決議我們金管會 在場的兩位副局長 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們因為這也是尊重財政委員會 我們今天 司法法治委員會 會在審查洗防法的時候 做出一個決議 要求金管會 這個財委會督導 金管會的業務範圍內 關於虛擬資產 要如何納管歸管 我們怎麼樣去拿捏 那個奮計 有沒有兩位副局長 有沒有什麼想法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那個 黃委員這邊 對我們那個鞭策 那我想我們這會虛心的揪角 那對於說 未來這個虛擬資產 再怎麼管理 那我想我們一定會依照 那個委員這邊的一個指示 我們會 另外再去跟那個財委會 這邊來報告 怎麼樣去對這樣一個 新興的產業去做 建立這樣子 好 以上 好 那麼因為我現在主席台這邊有一份擬議 那我想我們就很 大家請各位看一下 在我們涉及法治委員會 可以決定的範圍內 做出一個適度的附帶決議 那同時也尊重財委會未來 他們在審查相關法案 或對於他們的督導機關的要求上 不要去侵犯到我們財委會的一個範圍 好不好 這個擬議請大家看一下 那請印給大家 等個一分鐘就好了 那因為這個部分呢 如果處理得好 我們就第六條跟第三條就處理 來 請陳委員 趁這個主席在處理這個印的時間 大概說 我完全同意黃山山委員 剛剛所講的這些內容 就是有關這個虛擬資產的管理 這些確實是金管會應該要做的法令 那訂定在洗錢防治法裡面 現在看起來就是一個立法上面的便宜形式 就是我們先把這些相關頁別的管理的這些 其實這些什麼登記登錄等等 這些怎麼會是法務部主管 那這個未來一定是要回到金管會 這個我們都完全同意 但是我個人跟黃山委員認識不一樣 我認為如果訂定落日條款 這個是最不好的處理方式 因為萬一到時候落日條款實現到了 結果金管會還是沒有做相關的專法訂定 那就整個這邊又變成空窗期了 所以我是 我個人是 也是希望說我們是不是 就是今天透過我們等一下看看 附帶決議的內容 能夠要求金管會 好那我們很快看一下附帶決議內容 有鑑於虛擬資產業者之兼理 應以專法為之 將虛擬資產業者之兼理 建基於洗錢防治法上有為洗錢防治法之體力 為促進我國虛擬資產業界之發展 建立虛擬資產業者之兼理法之架構 原要求金管會針對虛擬資產專法 草案之架構內容草案審議進度草案擬具過程 用一個專法來處理虛擬資產業者相關的管理 兼理的事項 然後我們也訂定的騎乘 然後相關委員會 我們都可以follow你們的進度 所以這樣的話應該是 我們未來就是在相關委員會 我相信珊珊姐一定在財政會一直push push 這樣一直watch你們 那所以在那個落日條款的部分 確實是應當要去審酌 要不要把它放進來 既然有這樣一個附帶決議 來共同來約束 來督促的話 所以最後那個是不是看 黃山委員同不同意最後一個 落日的部分來把它拿掉 請教黃委員 如果這個附帶決議可以完成的話 其實我們目的就是希望 督促他們做專法 當然那個落日條款是最強的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這個至少附帶決要出去 好 來那個吳趙偉 我這邊也是支持 就有關那個虛擬資產的部分 應該是要用專法來處理 那我這邊是滿認同那個 黃山山委員的想法 那其實這一塊 不只應該要做應該還是要趕快做 因為這已經落後太多了 那這段時間因為這些虛擬資產 無法可管 所以在法院判決上面其實有一些案子 他因為這樣判無罪 然後 然後那個 反而造成社會上面的一些瘋破 因為他們不了解說 這個判決判無罪的理由 其實是源自於我們無法可管 那他有時候會去回過頭去 認為說是司法在包庇 包庇這些那些 這些業者或是犯罪集團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我滿支持黃山山的 委員的這個想法 謝謝 好 那聽起來各位委員都滿認同的 那我最後呢 主席在那邊 那個 金管會這邊 副局長 請 是 就是有關於這個 就是第一行 就是說虛擬資產的監禮 以專法為之 那因為到底要不要專法 其實我們也還要再跟 司法 跟財政委員會委員在多方的溝通 這邊如果直接在這邊 就把它 定成說一定要立專法 是否定專法 因延義以專法為之 好不好 因延義 那個 哪裡 第一句啦 有介於虛擬資產業者之間裡 因延義 以專法為之 好不好 好 好啊這樣子 那再拿一個 還有一個人簽名 再簽一下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先第一行 好 因延義 以專法為之 因延義 再以前面加個延義 好 第二個呢 那個剛剛的是 每六個月 向立法院 相關委員會提出報告 這第二個修正 第三個修正呢 那個自草案提出 又放在尾端 尾句比較奇怪 我們是不是把它 在草案提出前 放在那個痘點的後面 每六個月 向立法院提出 相關委員提出報告 好不好 在草案提出前 每六個月 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報告 句號 那這樣的話 就看起來文字上 可能 比較OK 好那這樣他簽了嘛 好那這樣就再宣讀一次嘛 給大家簽一下 跟委員簽名一下 還有三位委員 因為 黃珊珊委員 不是本委員委員 所以我們要請本委員委員簽名 好謝謝謝謝 哇我們這個各黨團都簽了 謝謝 謝謝黃珊珊委員 特別從財政委員來給我們 來這樣就好了 那個提案通過 好那今天呢 我們還有哪一條還沒處理 都處理了 那個主席不好意思 來來 黃總召 那個 我要請 行政部門喔 回去看 第 你們行政院院版 第十九條的規定 請看第七十二頁 老師我們當然有討論過 沒關係請黃總召 對 沒關係 因為剛剛我有跟那個 三三商量過 這個有跟 有關於打炸專法 兩者之間的接軌配合 必須要把它說就清楚 因為 在打炸專法裡面 針對有關於犯三三九之四 如果是一千萬以上的話 他的法定刑 其實就已經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有期徒刑 這個是目前我們看到行政院院版 所看出來的結果 那 之所以要在 處理第十九條的規定 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一個是立法解釋的問題 一個是行度調整的問題 我們先處理啊 立法解釋啊 的問題 我單純的齁 我先不處理行度的問題 我們單純的看 目前行政院院版 洗錢的財務或財產上利益 如果超過一億的話 你們目前是回到本文 就是一上七下的處理嘛 好 在解釋上啊 洗錢的財務或財產上的利益 有沒有達到一億 切割的概念 跟切割的時間點指的是什麼 因為洗錢他其實是一個不斷接續 不斷接續的行為 所以你們在這邊有達一億以上 跟沒有達一億 是透過刑法上面 一行為的概念 來加以解釋嗎 那我為什麼會特別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是因為 在行政院版的打詐專法裡面 我們針對詐欺不法的金額 按照不同的金額去設定不同的法定型 這樣的立法設計 我是贊成的 那同時這也是非常多的被害者團體 他們共同的心聲跟訴求 不管是我們黨團自己辦的公定會 那或者是說 包括了去刑事警察局 調查局 那乃至於在見清見改的論壇上面 大家所提出來的看法都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 我要請法務部注意的事情是說 在打詐專法裡面 對於怎麼樣去計算 怎麼樣去計算 因為在打詐專法裡面 你們拉高行度的門檻是一千萬 在立法理由裡面有說 他是針對同一個行為 或者是接續 那或者是針對不同的被害人 他是同一個行為造成多數人受害的時候 然後以那個去劃定 所謂刑法上面一行為的概念 來去做為區分的基準 那但是在你們現在所提出的洗防法裡面 在條文裡面當然沒有辦法去做 這樣子的設定 但是跟在行政院版的打詐專法 不一樣的事情是說 行政院版的打詐專法 對有沒有超過一千萬的這件事情 是如何在定義的 在立法理由當中是有說明的 但是在你們目前所提出的洗防法當中 我先姑且不論那個行度 贊成或者是不贊成 因為老實說 就行度的部分 跟打詐專法 跟打詐專法 就是詐欺得到的金額 提高的行度 跟在這一次洗防法當中 你們門檻是一次就放一億嘛 然後打詐專法是一千萬 你拉到一億 我必須要老實講 論其實際的法定型 其實並沒有提高 你們事實上是在做法定型 往下拉的工作 也就是沒有滿一億的話 你是用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來加以規範 那如果這一次 我們針對要有效打擊 詐欺犯罪的這一件事情 我們在現實上面 洗防法所進行的方向 是在做行度的實質減輕 是在做行度的實質減輕 而不是加重 而跟打詐專法那一邊 所要進行的立法方向 是會按照被害的金額 再去加重進行 我必須要老實講 行政院所提出來的洗防法 跟打詐專法 針對在面對詐騙以及洗錢 前置犯罪跟後續的洗錢行為上面 在立法的思維上面 跟政策上面 完全是背道而馳 所以這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是說 針對跨越一定的金額 今天不管我們把它設定的是一億 還是一千萬 你們在這邊的解釋 是不是跟打詐專法 所適用的概念一樣 還是你們所適用的 是證券交易法裡面的概念 因為證券交易法 針對有關於證券詐欺的行為 超過一億以上的 它也有加重其刑的規定 你們在計算那一個不法的利益的時候 你們所用的刑法的概念 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個一定會去影響到 事後法院的裁判 也就是你要怎麼去計算 是好幾個一億以下的行為 還是把它看成是一個一億以上的行為 這個在法律的適用上 會產生非常劇烈的差別 那因此 我理解 在法條上面的規範 沒有辦法進行 這樣子清楚的定義 這個大家都理解 因為 在法律構成要件的設定上的時候 本來就含有一定 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在裡面 必須要透過解釋 跟事後司法的裁判力 但無論如何 你們現在心裡面所想的 到底是怎麼算 是按照洗防法 在立法理由當 沒有 對不起 是按照打炸專法 在立法理由當中 那樣子計算的基準 還是按照目前 在證券交易法裡面 實務上面累積那種計算的基準 在立法理由當中 可能要把它寫清楚 那第二個 就有關於法定型的部分 因為在這一次洗防法裡面 老實說 針對不同被害金額 你們在劃分的時候 我們看到整個大的趨勢項 是行度的減低 跟在打炸專法裡面 我們希望被害金額 增加的時候 是往重的方向去前進 兩者之間的方向是不一樣 那因此就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法務部啊 再說明一下 謝謝黃總召 那第19條 剛剛我們委員會審議通過 但是剛剛黃總召提的 的確在法條的進合上 那麼金額跟量刑的額度上 還有到底是洗錢行為 還是詐欺犯罪所得 還是證券交易所得等等 都有待釐清 是不是先請法務部 先做一個回應 好不好 謝謝主席 謝謝黃總召 我 因為我剛來 對於這個過程 我不是很清楚 那我就我的認知喔 我想一個是前置的特別犯罪 一個是洗錢 這兩個其實 是罪值上是不是不一樣了 那什麼叫洗錢 有可能我拿一本帳戶 提供一個帳戶 讓人家把錢放進去 就已經構成了 所以它的範圍會很大 它可能很簡單的一個帳戶 跟我成立一個辦公室 顧請很多人 專門在幫人家洗錢 那規模上是不一樣的 那條文上 對於詐騙 或者是只是單純洗錢 我們認為 在立法上可能就有輕重的區別 那我的認知喔 詐騙當然就是 譬如說一個機房 它可能騙很多人 那它的金額我們會 給它算 在特殊詐騙裡面 這洗錢的話 因為它不是只有洗詐欺 它有可能洗賭博 它還甚至於洗一些毒品交易 所以我們在查貨的時候 它會去算 哪些是屬於它特殊犯罪 這些加起來 一億就一個標準 我想認知上 是應該做這樣的區分 好 沒有沒有 我再講得更具體一點 譬如說 你在洗錢的機房 目前 在洗錢的行為當中 它的金額是不斷的累加上去的 它的金額是不斷的累加上去 它會實際到會牽涉到的是說 譬如說 我有三個洗錢的管道 我有三個洗錢的管道 今天 當你在破獲的時候 破獲的時候 就檢察官在起訴的時間點的時候 你是直接沒有去追究 它刑法上面一行為的概念 直接就以破獲的那個時間點 累計的金額是多少來決定 那如果 當你後續 又破獲了第二個 它洗錢的管道的時候 那你這個時候 是透過追加起訴的方式 在變更起訴法條嗎 您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在 刑法上面一行為的概念 跟在刑事訴訟法 統一事件的概念 它會牽涉到的內容還蠻多的 會包括 到時候一個確定判決 它實際上面 所會產生的實質確定力 它客觀範圍的問題 所以我才在說 你們在這邊 所講的一義 你們使用計算的方法 是要用像證交法現在 所已經穩定的 因為證交法一樣 你如果在資本市場上面 去做相對成交等等 那樣子的一個證券詐欺 的行為的時候 在那邊所穩定的概念 還是你們會去適用 現在在打詐專法裡面 現在在打詐專法裡面 針對到底是一行為 接續行為 還是同一個被害人 沒有 同一個行為有多數被害人 到底是適用哪一個概念 來加以適用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 當我們在法定型 做區別的時候 當然 法定型的高 或者是低 你們的設定 跟我們希望的設定 可能內容上面 跟方向上面 未必會一致 但不管怎麼樣 我剛剛所講的 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一定要先決 一定要先解決 所以我才會請教法務部 你們現在針對 有沒有到特定金額的那個解釋 到底是採取什麼樣子解釋的方式 當然我理解 前置犯罪跟後續的洗錢犯罪 它本來就是兩個罪子跟概念 都不一樣的犯罪行為 所以我們才會 兩個犯罪行為 全部都去論出 那先不管 如果是同一行為人的話 他接下來會不會產生裁判上一罪 的關係 但我們在論每一個罪 每一個法定型的時候 會按照金額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的那個金額 是在什麼樣子的概念下面 當作計算的基準 就有必要 要把它說明清楚 這個是我的意見 那第二個部分是 針對打炸專法的部分 我必須要再一次的強調 就是前面 在打炸專法的部分 我們按照不同的金額 去做區別 這個我贊成 但在打炸專法 我們按照不同的金額去區別的時候 我們是往加重的方向去前進的 但在目前 有關於洗錢防治法的部分 我們就不同的金額去做區別 但我們是從減輕的方向 去做前進的 這是為什麼我說 針對就有關於第20條的部分 第19條 事實上 那個跟我等一下要講的第20條 一模一樣 因為第20條的部分 當初台灣民眾黨我們所提出來的版本 針對不同的金額 其實我們還是有做類型畫面的區分 從第19到第20 通通都是這個樣子 那而且在方向上面 是往加重的方向去做前進的 那就這兩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法務部再為斟酌 好謝謝黃總召 接下來是我們吳釗瑋表示意見 來請 法務部這邊我是覺得本來 剛剛那個黃委員所提到 罪數論本來就是 就是行種裡面非常難的一個章節 所以說在前階段的犯罪行為 不管是詐欺不管是賭博 不管是什麼 他切的行為是一行為或接續 跟後面洗錢防治這個部分 可能確實是銜接商會有點問題 但是 將來實務上面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剛剛那個黃委員講的 我非常認同 這東西如果你沒有 條文部分我們都沒有意見 甚至你說他的設計跟 那個打炸磚法裡面是用 往上加這邊19條 他卻是用往下減 這邏輯上面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個就算了 但是這個可能會造成 將來在計算 到底在洗防法裡面 他要適用 一億以上或是一億以下 這個計算上面一定會有問題 而且每個檢察官 他一定都南原北側 所以說法務部至少你在 這個的案例上面 你們可能要做出一個統一的說法 到底他這個是屬於 將來在洗防法上面是一罪一罰 還是屬於一個接續犯的概念 這你還是要弄清楚 否則到時候他檢察官起訴的時候 他雖然是同一個條文 但是他的做法上面會差距很大 我跟你講光是我看這個條文以後 我要怎麼適用我頭就很痛 然後會不會造成另外一個狀況就是說 有一些檢察官他可能 可能他的想法 或是他可能有不一樣的 就是譬如說他想要 幫這個當事人 朝比較輕的方向去走的話 那他就把它切割認定 切割成兩個不同的行為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 兩個不同行為 一算下去 就每一個剛好都9900萬 然後全部都適用 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的行責 會不會造成食物上面 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變成說法務部你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點 而且要有一個統一的做法 讓檢察官們能夠遵循 不然你從罪述論上面 罪述論那個理論來看 這個部分將來會是一個大問題 好不好 就像當年你說連續犯還在的時候 到底是連續犯還是一行為 這個我當年都吵了幾十年的問題了 這個在這19條 將來一定會有同樣的問題再次發生 而且這會變成很多上訴的理由 所以我想說這反而會增加司法上面的一些負擔 好 謝謝 謝謝吳趙瑋的寶貴意見 是不是黃珊珊委員要的補償請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剛剛我們在討論這一條的時候 民眾黨的版本其實我們也是希望說 朝加重的方向走 那剛剛因為市長所說的 我也勉強認同 也就是說你讓有一些做一個區隔 但是如果從跟原條文比起來其實是實質減輕 也就是有關一億元以下 那這個部分可能我們剛剛 我以為是主席我們有要求他把打炸司法拿過來做比對之後再來討論 但是可能主席認為說好像剛剛沒有什麼 沒有意見就把它通過了 那我還是覺得說如果這個部分可能要跟剛剛講的打炸司法做一個區隔跟比對 然後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後再一億元以下變成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 其實事實上剛剛宗憲趙瑋講的也是一樣 可能有很多就是剛好詐欺到9999萬 那這種狀況的情況可能會有更多人用去這樣規避的方式 然後在食物上可能認知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版本是希望說還是朝加重的方向走 那如果今天洗方法是這樣的話 我可能等一下可能趙瑋他可能會在 黃國昌務趙瑋可能會在希望就是到 之後再去協商的方式處理 好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的條文是在24條有保留送協商 那24條的就是因為跟打炸專法的之間的保 保密義務的免責的部分 我們說要一併處理 那至於這一條呢是第19條 19條我們是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不過後續由於幾位委員提出來意見 我們在協商之前還是可以繼續討論 所以未來呢也還是可以在院會處理之前呢 有任何的修正都可以再度提出 是不是可以請委員會我們就先做這樣的處理 好 那麼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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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